請報告出席人數 請報告全體會出席委員14人 以逐法定人數 現在開會進行報告事項 請先讀上次會議事錄 立法院第十屆 第一會期經濟委員會 第十八次全體委員會會議事錄 時間109年4月27日 星期一上午91分 至下午12時11分 地點紅樓101會議室 出席委員陳廷飛委員等15人 列席委員曾明宗委員等24人 列席人員經濟部部長 沈容金及相關人員行政院主席總處 專門委員陳立惠 法務部參事林峰文 主席召集委員議員 報告事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事錄 決定確定 二处理經濟部行為109年度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決議 檢送商業司 推動商業科技發展 預算凍結5% 書面報告 請查照案 三处理經濟部行為109年度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決議 檢送一般行政經貿談判 預算凍結5% 書面報告 請查照案 四處理經濟部行為109年度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決議 檢送商業司 推動商業現代化 預算凍結5% 書面報告 請查照案 五處理經濟部行為109年度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決議 檢送工業局 工業管理 產業行政 與管理 業務費 凍結 預算凍結10% 書面報告 請查照案 六處理經濟部行為109年度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決議 檢送標準檢驗局 建立及維護國家標準 商業檢驗服務 整合 預算凍結5% 書面報告 請查照案 七處理經濟部行為109年度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決議 檢送標準檢驗局 建立及維護國家標準 5G產業標準制定 與驗證業務費 凍結100萬元 書面報告 請查照案 八處理經濟部行為109年度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決議 檢送人員局 一般行政資訊管理 業務費 預算凍結10% 書面報告 請查照案 九處理 經濟部行為109年度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決議 檢送投資業務處109 研览海外科技人才 產業人才 海外網路鏈接 及研览計畫 預算凍結10% 書面報告 請查照案 十處理 經濟部行為109年度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決議 檢送國際經濟合作 與促進投資 促進投資 對外對付外投資 台商之服務 凍結200萬元 書面報告 請查照案 十一處理 經濟部行為109年度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決議 檢送國際貿易局 國際貿易 貿易行政與管理 凍結100萬元 書面報告 請查照案 十二處理 經濟部行為109年度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決議 檢送標準檢驗局 標準檢驗及 度正管理 企劃 檢驗验證 及國際事務預算 凍結10% 書面報告 請查照案 十三處理 經濟部行為109年度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決議 檢送水利署 水災智慧防災計劃 預算凍結10% 書面報告 請查照案 決定第二案至第十三案 均同意動之 並提報院會 討論事項 一處理經濟部行為109年度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決議 檢送該部技術處 科技專案 預算凍結本 百分之三 專案報告 請查照案 二審查 經濟部行為109年度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決議 檢送礦業局 礦物行政與管理 預算凍結10% 書面報告 請查照案 三審查經濟部行為109年度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決議 檢送一般行政 基本行政工作維持 一般事務費 其他業務租金 預算凍結10% 書面報告 請查照案 四審查經濟部行為109年度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決議 檢送一般行政 基本行政工作維持 一般事務費 凍結50萬元 書面報告 請查照案 五審查經濟部行為109年度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決議 檢送一般行政 資訊管理 凍結50萬元 書面報告 請查照案 六審查經濟部行為109年度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檢送國營事業管理 預算凍結10% 書面報告 請查照案 七審查經濟部行為109年度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決議 檢送投資審議委員會 投資審議 投贊件之審核及管理 預算凍結5% 書面報告 請查照案 八審查經濟部行為109年度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決議 檢送能源局能源科技計畫 再生能源環境建構 預算凍結10% 書面報告 請查照案 討論事項合併巡答 委員張廖萬坚 說明提案要指 經濟部部長 沈榮金報告後 委員陳廷菲等17人 提出質詢 均由經濟部部長 沈榮金及相關人員 及其答覆 登記發言委員 除不在場者外 其均已發言完畢 巡答結束 委員邱毅營 蘇智芬及謝依鳳 所提書面質詢列入記錄 刊登公報 書面質詢及未及答覆部分 請相關單位於一周內以書面答覆並付之本會 決議討論事項第一案至第八案 均同意動之並提報院會 九審查 本院委員 招料萬坚等18人 擬據天然氣事業法 增訂第五十八條之一條文草案案 決議一照案通過二 本案審查文句 擬據審查報告 提報院會討論 不需交由黨團協商 並推請邱委員 應於院會討論時 做補充說明 三會宣讀完畢 請問各位同仁 上次會議事錄有無錯誤 沒有的話 我們就議事錄確定 那現在有廖國棟委員 登記程序發言 我們請廖國棟委員 擇心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再詳細 要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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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主席 各位委員會的同仁 本院委員 陳昌敏 廖國棟 翁從軍 孔文綺 楊瓊 茜鳳等人 針對行政院行審議 農田水利法草案 認為該草案是 剛剛那幾個奏 我就刪掉 鑒於本案 影響所期 非常非常的廣闊而深遠 所以我們看到了幾個問題 包括 這個水利法呢 很可能會破到原有的水利管理制度 包括 任意侵吞的水利會的財產 還有侵犯的公法人自治權 等主要的民間的疑義 所以本席認為 這個案子 我們不宜倉促的完成整個程序 而要再次的召開公聽會 那麼經過我們草野協商 當然 等下主席再宣告這個草野協商的這個結論 本席要在這裡確定的是 我們 今天進行 開始的尋打 跟審查 但是在下禮拜 有本席啊 來召開一次的公聽會 那麼公聽會的內容 它的報告 一並 在 草野協商的時候 列入一個 重要的一個參考意見 我們剛才已經經過草野協商 基本上共識是這樣 那麼做以上的 說明 我們希望 草野應該要和諧得來完成 以上 好 謝謝廖國棟委員 好 那 主席再宣告一下 經過剛剛的草野協商 這個草野協商的決議 主席宣讀一下 剛剛大家不是有協商嗎 這個都有簽名 這個草案又會在 我們就暫造既定的議程 在這個禮拜四 今天會進行尋打 及宣讀條文 那禮拜四呢 會進行廣泛討論 以及逐條審查完成 那有意見的條文呢 會保留送院會協商 那下個禮拜呢 會由廖國棟招委 於五月六號召開公聽會 並且將公聽會的報告 交付草野協商的時候參考 那協商代表各黨團都已經有簽字 以上跟委員會做報告 接下來我們就繼續進行討論事項 請宣讀 討論事項 核易決議 致選挑戰 這是一個明uls 主席 邱招委 還有各位委員 各位媛體記者 朋友 還有各位跨部會的同誉 大家早 那農委會再一邊呢 很快的來報告整個農田水利法的重點 那書面資料已經有提供給大院 那我這邊呢就用簡報的方式 很快的跟各位報告這個內容 那整個農田水利法呢 我想首先說明整個利法的原因 那在前年的時候 那我們通過了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的修訂 那我們的修訂的內容呢是說農田水利會的改制資產的處理 我們的員工的福利的確保 我們要有一個訂定的這樣的一個規範 那在這裡跟各位報告 我們非常感謝所有的委員關心整個農田水利會的改革 為公務機關的這樣的一個相關的議題 但是我要特別說明原來的農田水利組織通則 它不是作用法 它不像我們的經濟部水利署那一邊有一個水利法 它是作用法 因此我們的農田水利會呢 改為公務機關裡面 我們今天提出來的農田水利法 其實它是一個作用法 作用法對所有的農民 對所有的農田水利設施的經營維護 對所有農田水利會的員工 是一個具體的保障 所以我想我要在這裡特別說明 因此有了農田水利法 它是一個作用法之後呢 它可以確保所有的公權力的執行 我想農田水利會目前是公務機關 可是公... 它是目前是公法人 可是公法人在執行公務的時候 還是有遇到相關的阻礙 所以我們希望呢 可以透過農田水利法的立法 來到...到這個公權力的執行 也達到確保所有的員工 跟農田水利設施的經營維護管理的效率 我想這是整個農田水利法的重點 接著我想請各位來看一下 這一個所有的農田水利的組織改革的過程 我想從1901年開始 我們就有類似這樣的一個組織 經過百年來 我想我要請所有的委員 我們平心靜氣的 來看所有的農田水利的組織的 這樣的一個變革 在100年過了以來 我想之前 農民為了搶水 農民之間還會有所謂的泄鬥 那... 增水之嚴重 可是經過了這樣的長期的 這樣的... 所有的政府 跟民間 跟農田水利的員工們 辛苦走到這個階段 我們應該要讓它 走向一個更制度化的 這樣的一個機關 所以其實 各位如果從百年來的 農田水利組織的嚴格 可以發現 當農田水利會 變為公務機關的時候 它是可以讓整個農田水利的設施的 經營維護管理 效率提升 它是可以讓所有的 長期以來 我們的農業灌溉用水 有高達6億公噸 是被工業污染 造成重金屬 在我們的農地上的 這樣的公權力的執行 可以來解決 我們可以讓整個農田水利會 未來的員工 福利可以確保 我們可以讓 本來農田水利會 只服務三十幾萬公頃的農地 擴充到其他灌區外的三十幾公頃 因此站在整個農業部門的角度來思考 有農地 接著只要有水 我們就可以種植 那這樣的話 農田水利會變為公務機關 我想回顧這樣的一百年 未來改為公務機關 那農田水利的所有的員工跟服務 一定會有下一個更好的一百年 那在這個部分裡面呢 我們可以很快的跟各位報告 目前的農田水利 它服務的觀看面積三十萬公頃 它的會員有超過一百五十萬個會員 它的員工有兩千六百三十七人 它設立的小組 小組長 水利的小組 有超過三千四百多個小組 我們有兩百九十一個工作站 他們五時五刻的在維護 所有我們農民所需要的灌溉用水 所以我在這裡 當然要代表所有的台灣農民 感謝水利會 包括我們的會長 總幹事 會務委員 所有的小組長 跟這些辛苦的員工 所以當改為公務機關的時候 這些員工的福利 是可以確保的 那除了整個組織架構以外呢 在這裡提供一個水利會的相關的經費的經營的部分 我想在過去農委會 十年以來 每年平均補助給水利會 大概五十七億 在整個全國水利會 總預算的一百三十三億裡面呢 有四十三百分 那當然 表示說水利會可以自主的 是有五十七百分 可是 整個十七個農田水利會裡面 每一個水利會的經營狀況其實不一樣的 我想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當越需要用水的縣市 他所接受到農委會的補助的比例呢 我想是越高的 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包括雲林 包括屏東 台東 花蓮 宜南 南投 等這些的水利會 我想他的補助金額 多超過七成五 這個就表示說 站在農業的角度 讓農田水利會 變為公務機關的時候 其實未來 我們十七個農田水利會 更可以達到彼此互相的協助跟幫忙 那因此除了 我們 對不起 請台下的委員 相關的這樣的一個 進會預算之外呢 我想特別感謝 農田水利會過去 辦理了許多重要的業務 我想 我們的農田水利會 十七個水利會 他服務的灌溉 跟配水系統 超過七萬公里 每年 幫農委會 協助許多的 灌溉的這些設備的更新 這個才可以讓我們所有的農民 可以安心的用水 那我想 這樣的一個三十萬公頃的 這個灌溉的這個面積呢 都是由農田水利會這邊來協助 那當然 水利會也有在 針對自己的 動產不動產的經營處理 來達到他本身 所需要的 這個水利會的經營 那接下來呢 要跟各位委員報告 農田水利會 如果改制為公務機關 他到底有什麼優點 我想最大優點 就是第一個 他可以把既有的三十萬公頃的服務範圍 再擴充到灌區外的三十七萬公頃 在這裡跟所有委員報告 那也是四年前我們到農委會 才知道說原來灌區外的 用水 不是農委會負責 也不是農田水利會負責 是經濟部水利署 可是農地的灌區外的經濟部 水利署在負責的時候 不是很奇怪嗎 那我要特別感謝所有的農田水利會 他們在過去四年 幫我們服務了灌區外的農民 不計其數 我想南投大平頂 六百公頃的百香果 都是南投水利會 去辛苦經營的 花蓮 有太多的灌區外的農地 長期以來農民都是受淹水之苦 也是我們花蓮農田水利會的會長 帶領的團隊 去把它做這樣的一個經營服務 所以第一個好處 它可以讓所有的 灌區外的三十七萬公頃 加入這樣的一個服務的範圍 第二個 因為變為工務機關以後呢 它會讓水資源的運用 會更有效率 我想將來 我們也不會分成十七個農田水利會 在吊水的部分 那我們是可以彼此互相的協助 而且資源更可以整合運用 我想我們 之前雲林農田水利會的林會長 在推的整個智慧化的這樣的一個灌溉的這樣的一個管理 我們將來也可以推到其他的農田水利會 那更重要的是我們可以讓十七個農田水利會 有達到所謂的城鄉的平衡的這樣的一個效果 我想我們有都市型的農田水利會 也有鄉村型的農田水利會 未來改為工務機關 我想這個部分的服務呢 應該也可以達到平衡城鄉的部分 更重要的是 農田水利會雖然是公華人 可是我剛剛有提過 每一年有六億公噸的灌溉用水 受到重金屬污染的時候 農田水利會的員工無法執行公權力 搞一個公務機關 就可以來執行這樣的一個公權力 確保我們所有的灌溉用水的品質無余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未來公務機關以後 完全的是專業化的經營 農田水利會的員工 將來完全可以不用考慮政治問題 只要從專業的角度 服務農民 從專業的角度 把灌溉的這個整個業務做好 我想這個對農民 對員工 都是一個正面的 那除了這些好處以外呢 很快的跟各位委員報告 整個農田水利法的重點呢 它有七章三十四條 第一個部分的總則 裡面有五條 是在定義所有的這些農田水利的設施 跟所謂它灌溉區域的這些範圍 那第二跟第三章呢 比較重要的就是把我剛剛所提到的 公權力的這個部分呢 來這裡界定 第四章非常重要 第四章就是我們承諾所有的農田水利會的員工 跟我們所有的小組長 他的運作絕對沒問題 他的人事是可以雙軌制的 那我們有公務機關的一個人事的體制 我們原來農田水利會2600員工的升遷制度呢 將來只要這個母法過了 我們所訂定的執法 可以來確保他的權利 第五章就是所謂的經費的運用 我們會讓既有的17個農田水利會裡面 不管動產不動產 將來透過公務機關的管理 我想絕對是可以更公開透明 更有效率的讓這些的基金的運用呢 全部用在農田水利設施上面 這個完全沒有所謂的收歸國有這件事情 完全的運用在農田水利的這個業務上面 那這是幾個條文的重點 那最後呢 我們大概已經有把前面所提到的 服務官區外的這個部分呢 跟各位委員報告 那整個人設體制的部分呢 在這裡要跟所有的2600多個員工 特別做說明 以前 員工的僱主是水利會 現在如果身為公務機關以後 僱主是政府 當僱主改為政府的時候 不是更有保障嗎 因為政府不可能隨時的 做任何的一個這樣的一個資遣 當人事制度有保障 而且升遷 還是照原來的人事體系裡面的水利會的 這樣的一個升遷管道的時候 我想他們的一個福利呢 一定是可以確保 那基金的部分 就是要來做所謂的 剛剛講的水利會動產不動產的 這樣的一個處理 而且這樣的一個基金呢 它有幾個好處 它第一個 它排除了國產法的這個相關的限制 我想 所以這個就沒有所謂的 改回公務機關以後 那收歸公有財產這樣的一個議題 那我們政府 一樣持續的撥補預算 在我們17個農田水利會 那我們17個農田水利會 將來呢 就會變成是我們農田水利署底下的 17個分數 整個基金的應用呢 我們將來成立以後呢 相關的水利會 重要的這些的幹部 仍然可以獲聘為 我們相關的基金的 這樣的一個董事 讓他們可以持續的 來協助農田水利會 未來的這個整個基金的經營管理 那我想在這裡特別跟各位報告 那互以公權力的部分 我剛剛有特別說明了 所以最後 我們還是期待 各位委員可以支持 我們整個農田水利法 如同我剛剛所講的 它是一個作用法 以前我們要提一個作用法 非常的難 百年來只有這一次 那這個不是可以讓整個農田水利 將來不是依附在水利署底下的 一個所謂的農田的一個灌溉 而是我們有自己的一個作用法 我們作用法裡面 有確保所有的員工的權利 我們的作用法裡面 有說明了未來公權力的執行 我們的作用法裡面呢 有說明了未來資金的處理 我想這樣的一個 把所有的層面都顧及到的時候 如果這樣 我們大家可以接受的時候 其實農業部門就在往前走 那再敬請各位委員支持 以上報告 好 謝謝陳其中主委 那我們接下來要開始進行尋答 那委員質詢前 原力做以下幾點的宣告 每位委員發言時間 本會委員六分鐘 必要時得延長兩分鐘 對本會委員五分鐘 那我們會在早上的十點整 截止發言登記 首先請您代化委員發言 好 主席有請主委 這個沒有訊號喔 議事人員 好 主委本席要跟你討論的呢 有三個 第一個龍田水利法跟水利法的禁核問題 第二個是水利會員工權益的問題 第三個水情隊一起到座灌溉影響的問題 好 在禁核的問題當中 龍田水利法明確的載明了第十四條 說到呢 我們這個有關啊 以無龍田水利設施功能之龍田水利設施用地 比如說這樣的案例 按照龍田水利法呢 第十四條 廢止許可及其他相關的辦法呢 是由主管機關定職的 好 我們來看水利法第四十六條跟六十三條之二 有關新辦水利的建造物跟灌溉事業區內的皮池 進入跟其他的設施變更廢止 是經過主管機關的核准的 好 問題來了 龍田水利法的主管機關是龍委會 水利法的主管機關是縣市政府跟經濟部 當龍田水利法通過之後 以無龍田水利設施功能之龍田水利設施的用地的處理 是否還受水利法的限制呢 舉個說明 我們要廢菌 廢菌之後旁邊的土地我們要善加利用 好 那在利用的當下呢 我要申請啊 到底這個法通過之後呢 我是依循農田水利法跟農委會申請呢 還是呢 我還是必須聽經過地方政府 然後再向港經濟部的水利署來申請呢 主委請回答 那個委員你這個問題非常好 那個我們處長這邊可以來具體回應 好 處長有請 好 跟委員報告 現在水利用地有兩種功能 一個叫排水功能 一個叫灌溉功能 所以在灌溉功能的部分就回歸農田水利法來做管理 那假如說這塊這個水利地 它原本是灌溉功能 那它已經沒有灌溉功能 當然就有農水法來先給它停止 沒有灌溉功能 但是不是有排水功能的部分 就回歸於水利法 由地方政府去決定它是不是有排水功能 所以主委 處長聽了之後 這個是很麻煩的事情啊 這個是你要講到四全統一啊 我想還是有 還是有這樣的一個磨合 那主委您回答一下 是 那個跟委員報告 這個其實我們跟水利署合作無間 包括你待會要問的第三個 水道跟那個水勤的這個部分 我們幾乎都是定期在開會討論 所以這個機關之間的這個協調的部分 我們很樂意來跟水利市討論 是你們上方沒有問題啦 我提點是說 我希望還是回歸統一啦 本席的具體見 你既然有農田水利法了 就像你這樣的一個作用法是 難得一出啊 難得一出 所以我是認為你就回歸農田水利法 你水利法當中的排水等等 還是回歸於農田水利法 這是本席的具體建議 好 第二個 針對 所以你們自己再去討論 我認為如果你讓基層再去分辨說 這是排水 好 基層人員 你有這麼多的分屬 有這麼多的這個水利 基層的機關 你讓下面的工人再去做分辨 然後我陳情人 我的農民 我又要自己再做分辨 好 那這樣的彼此認知是不一致的 所以我認為直接排 直接以農田水利法為尊 水利法配合修法 這是本席的具體建議 好 我們回到農田水利法 當中 委員 你的建議非常正確啊 好 那你們就做 你們去跟經濟部協調一下 好 再來 這個會出現到 進合的第二個問題 今天廢止之後 不是 農田水利法通過相關的 廢止許可 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這是你的原文 由主管機關定資 好 那現在通過啦 辦法還沒公告啊 所以在這過渡期當中 我下面所有的水利機關 如何依循呢 請回答 跟委員報告 我們大概有將近十一條的職法 我們在五月中下旬都會完成 所以只要這個母法一通過 我們職法就立刻公告 公告 好 謝謝 好 那在員工的權益上有三點 我們水利會改制公務機關之後 機關內的人員採用 公務人員水利會人員的雙軌制 第一個水利會員工 合佛轉任公務人員 第二個 分屬內支公務人員 與原水利會員工的執掌分工為何 業務性質如何區分 職務是否會重疊 那第三個呢 這其實是我們基層員工的聲音啦 龍田水利法的第十八條講到 灌溉管理的組織的人事管理啊 我們是稱為龍田水利事業人員 但是呢 基於長期的感情啊 水利會從日據時代 我們是以會社組織 一直沿用到我們現在一般的 民間的私人的這個公司 我們都稱作職員 所以呢 水利會建議 是可以保留龍田水利事業職員啊 當然這個也就這三個問題啊 來 主委您回應一下 我真的非常感謝委員 已經問到非常的那個重點喔 其實所有這些都是整個水利 這個主委啊 我們您在高層啊 基層想的是又是另外一回事啊 所以我馬上變革後 我有什麼改變 我有什麼衝擊 我直接跟你講 我們多次討論 我們現在就一個禮拜 要討論所有的這個進度 我先非常感謝你第三個 我覺得那個是在我們的執法裡面 有針對龍田水利會的所有的2600員工 會訂定相關的管理跟申請 我覺得把職員改人員可能會更好聽齁 這個我們可以來接受 把執法直接訂 好 我就是一個反應啦 我回應第一個問題齁 龍田水利員工可不可以轉為公務人員 我們跟人事總處全序部都討論過 龍田水利會員工如果有 他有些是有公務資格的 那當然他就可以轉過來 但他轉過來他可能 武力上他要自己盤算一下 合算還是不合算 所以這個管道還是有的 那其餘的沒有公務人員的這個 像高富豪資格的 他就留在原來的升遷體系裡面造走 我們還是會保留他的那些 研究員組長的這個升遷的管道 我想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你問得到最重要啦 因為將來17個分數 你又有公務人員 又有原來農田水利會的員工 到底怎麼來 把他的業務屬性區分得非常清楚 那基本上我們認為只要設公權力的部分 比如說去執行那個灌溉用水被污染的部分 有公權力的 就應該是由公務機關來執行 那讓農田水利會的員工呢 去執行比較屬於弧面的性質的 這是一個大方向 但是我們很樂意把這個 所有的公務機關化以後 原來水利會員工服務的業務 跟公務機關裡面的業務呢 我想我們會有一個 已經有完整的這樣的一個規劃 你的原則 但是我覺得還是可能還要再做一些協調 你的原則定了 但是實質操作面 還是多聽聽 各水利會的一些執行商 是不是還有幹格之處 跟我們報告我們會繼續再跟他們溝通 好 那就拜託你了 好 第三個 我們水域那 對一期到處的灌溉 目前我們雖然疫情當下 但是呢 我們所有全國的水庫 本席列出所有全國 各水庫 可以剩餘的用量 那目前呢 中南部的水庫的蓄水狀況是不理想的 甚至在日月潭已出現了 九蛙見底的現象 南瓜水庫呢 在最後的這個 我也框出來用黃色 南瓜水庫只剩下百分之二十一點三 阿宮田水庫只剩下百分之十八 屏東牡丹水庫只剩下百分之四十七點二 一期到處的灌溉從二月到五六月 由南到北都是用水高峰 因為是到處灌溉 本席知道從雲家南 這是我們到處是最最最重要的一個區域 是我們的糧場 所以在這邊水情當中 是否會影響灌溉 以及後續水情如果不佳的情況之下 農委會如何因應 而且就本席所知 現在其實都已經啟動人造雨了 對於這個相關漢情已經在做一些 預防穩固的一個維穩的一個措施了 所以主委你怎麼看這個議題 非常感謝委員 對這個水情對一起到座 甚至對農民的影響 那真的很感謝委員關心這個議題 早上總統跟院長也在問這個議題 那首先跟委員報告 我們南部屏東高雄一起 它的用水高峰已經過了 我們下個月就要開始採收了 所以收割的時候 那個其實之前的用水量 就不會像春根那時候的用水量那麼多 所以這第一個說明 第二個我想五月就進入梅雨季了 那我想梅雨季的時候的那個雨量應該就會更多 所以我們所農業需要的用水就更沒問題 好主委我提點你這句話 梅雨季節會不會真的有梅雨來 以及它就算來的量體多少 本期是存疑的 因為現在氣候變遷 所以我希望你還是能夠 不要太過樂觀的因應好嗎 好謝謝委員監進 好一起努力謝謝 好謝謝林大化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廖國棟委員發言 好主席有請主委 有請陳主委 OK 委員好 那個主委好 現在疫情當到啊 我還是要問幾個有關農民 跟目前的疏困條例相關的幾個議題 第一個呢 在上個禮拜 不不上個月啊 上個禮拜 4月22號的時候 你曾經說過 為了防止疫情的持續影響 導致農民收入減少 現在正向行政院申請 比照勞動部 自營作業者的補助方案 未來可以讓農民獲得一定的現金補助 你記不記得講過這個話 有 那現在進度怎麼樣 各位委員報告 我們的前提是疫情的影響 那現在跟委員報告 我們的農業部門的影響 我想有負面也有正面 負面影響最大的就是花卉 那花卉產業 跟委員報告 我們對花卉產業的員工的紓困 跟花卉產業的整個外銷的獎勵 跟生產調節 所花的金額超過兩億 那員工的紓困裡面呢 給所有的五千個員工裡面 每個員工每個月有九千塊的紓困 這個已經有在執行 第二個 所有的外銷 我們補助他外銷的運費 不管空運海運 全部都全面提高 生產的部分呢 我們已經有配合做產劑的調節 也給他的一個補助 所以這個部分用這樣的因應 會比所謂的現金紓困更有效 又花的錢絕對會比 我想這是第一個部分 那有正面的呢 我想舉例 因為我們消費者 最近因為買了很多 上網買了很多的產品 最多就是水產品 我們的豬肉製品 舉例來講 水餃就是一個非常熱賣的商品 所以我們租的價格 批刷市場價格在這一個多月 從六千塊漲到目前七千三 所以價格應該 剛好農民應該還可以接受 所以有正面有負面 我可以聽得進去 但是我現在要告訴你 你現在所處理的紓困是產業的紓困 富農的紓困 對於一般低層次的弱勢的農民 沒有感覺 我現在講農民你怎麼去紓困 我告訴你 紓困跟我們平常的弱勢的社會福利的協助 是兩件事情 紓困的前提就是 當這個疫情對我們的 比如說各個農產業有影響的時候 我們當然就要去做紓困 甚至舉例來講 我們最早紓困的是什麼 休閒產業 我們的休閒農產 三百六十家 我們每個員工給他一萬五千塊 這個我們在三個月前就開始 所以你再聽我講清楚 我現在跟你談的是農民的紓困 不是產業 不是農業產業的紓困 那個產業的部分 我知道你們做得不錯 農民 這些弱勢的農民 地方基層農民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 你知不知道他們已經 已經在那個非常弱勢的邊緣的邊緣 現在 我們到底怎麼救他們 所以 跟那個委員報告 我們所有的預算 我舉例來講好了 我雖然是在講產業 但是產業裡面也有紓困 我跟委員報紓困 在農委會裡面總共分五種 第一種紓困就是融資貸款 跟委員報 第二種紓困才是你講的 員工獻金的救助 第三個是所有的 我們經營團體的紓困 第四個是租金 第五個是水電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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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還是在講產業 若是農民要的不是低利貸款 也不是利息補貸 他根本就沒有貸款 也不需要去還那個利息 他要的是生活 如何維持下去 要的是這個 你們有沒有想到這些弱勢的農民 如何去幫他們過這個生活 最起碼的生活 所以要特別跟委員報告 我們農民的話 以目前從事農業的那一個 大概五十幾萬個農民裡面 比如種水稻 就大概就二十萬多個農民 那這個今年的水稻 我們認為它的一起的價格 應該會維持在一個還蠻不錯水準 那這樣的話 針對這個部分 如果要紓困 那其實他們的收入 其實我們希望的是比去年 跟甚至前年好 那這樣的話 是不是可以用這樣的一個價格的拉抬 會比所謂的相關的紓困的方式 會更有效 你還是沒有達到我想要聽的話 那個主委 勞動部 他們的紓困方案當中 針對勞工 有所謂的自營作業者 有無一定的雇主 一次就發了商務會給他們 那你這些農民 這個有點相同的狀況 對自營作業 或者是無一定雇主 這些最弱勢的農民 差不多就是那個條件 而且你們都沒有想過 去幫他們的忙 勞動部都做了 你農委會 能不能幫農民一個忙嗎 我們可以來 就是之前跟委員說明的 真的是疫情影響 如果對農業部門造成一定的影響 你認為現在還沒有影響嗎 就是有政有戶啦 有政有戶 你不要看那個政的 政的是那個富農嘛 那個富的就是那個偏農嘛 所以跟委員說 我們也很樂意來考慮 但是就是只要有 這樣對農民影響的話 那該有的這個紓困 政信我們都會提出來 我也知道勞動部裡面 他是 所謂的針對無庫組或自營者 那投保金額2萬4 所得不超過40萬底下 每個人給1萬 給3個月3萬塊 大概有100萬的這樣的一個勞工 有這樣的一個社會的情形 到現在為止 我們沒有聽過農委會 對這個弱勢的農民 能夠給他們怎麼樣 維持最起碼的生活 沒有聽過 哪哪怕是3千5千 沒有聽過你們農委會 針對農民的協助 這個跟委員報告 我還是要針對疫情的影響 來因應會比較 因為你的因應有兩種 一種叫紓困 一種叫振興 對啊 我們現在是紓困啊 振興是以後的事嘛 對不對 現在我們要讓那些 躲在那個屋檐底下 已經沒有飯吃 沒有辦法繳交水電什麼 是非的這些農民啊 給他們協助 我們要的是這個 是 你能不能跟行政院長 多搖一點 來幫助這個偏鄉的農民 跟弱勢的農民啊 能不能幫他們的忙 好 謝謝委員的這個建議 我們會來盤點 今天在這個這個 增加了1500億的這個 防禦預算 我們也要再提這樣的事 我是說你作為一個農委會的主委 你要照顧所有的農民 這個部分你一定要堅持 你應該想辦法嘛 是 非常感謝我們的建議 本來農民就是我們照顧的對象 那我們也很希望說 如果我們有可以爭取到更多機會 我們也一定很樂意來 辦理類似這樣的一個紓困的這個 好 那個紓困的部分我就講到這裡 最後呢我還是不免得要 談到今天的這個題目了 我提幾個議題 如果你可以回你就回 那麼你們說有37萬公頃 為納入農田水利會的灌區 就是灌區外的意思啦 但是有數據告訴我 其實根本不到37萬 第二 你們說擅自排放非農田 這排水的問題 要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必須要有一個水利法 事實上這是環保署的事啊 農地工廠排出費是環保署的事 不是你農委會的事嘛 你也把這個當作重要的理由說 我們要這個水利法 我覺得牛頭不對馬嘴了 那麼第三個呢 將來會增加400個公務員 他們的未來他們的薪資 他們的這個職等 你們都還沒有講清楚 最後一個很多財產都是私有 你們也沒講 如果沒有辦徵收 你如何讓這些私有的財產變成公有 這是非常大的問題 你全部一計劃 讓立法院空白授權給你們 全部由你來決定 這樣不是閉門造居 然後造成的影響民眾無從發言 其實我跟委員特別抱怨 這個有些的這樣的指控 可能跟事實不符 37萬公頃是我們去盤點出來 冠區外 你們可以看電給我們嗎 在哪個地方有 當然可以 而且委員 你去看看過去四年 我們都少在原住民裡面 都是屬於管區外的去幫忙 對 我就是跟你講 原住民的部分 四千六百公頃裡面 有原住民超過將近兩千公頃 都是我們去請水利會去幫忙的 這個就是一個 把那個數據也給我們 給我要 你剛剛提到員工福利職等的部分 我們定在職法裡面 因為母法過了 職法就一定要確保他們的權利 我們也很樂意 把這一個所謂的員工福利的確保 跟雙軌制的部分呢 跟委員這一邊來報告 那至於執行公權力 本來就是環保署去訂那些灌溉的所有的標準 那是他們的 那個我們跟他不一樣 我那個細節可以請出 那個跟委員做一下報告 你說 環保局他所訂的是那個放流水標準 放流水標準是比較寬鬆 跟我們另外一個叫做灌溉水質標準 根本水質標準是比較著重於重金屬 那個部分就會對作物產生影響 但是這個可能已經達到我們委員 所以以後這個部分就是要在這個地方來做主義 我剛才的意思是說 那是環保署要做的事 不是你農委會啦 兩個不一樣的議題 兩個不一樣的議題 好啦 最後一個 我問你一下 人的事非常重要 你們有沒有想過 來辦理是所有的 這個水利會的職員的一個特考 可以跟考試院來談嗎 不論他如何轉為 我們有跟考試院全區部那邊 我們他是認為說 這個目前大概可能難度比較高 但我們可以繼續再來 我們很希望這樣 那這樣更有可以確保 而且全國還有很多所謂的 水利會搞不好鼓勵他拿那個 技職體系的這些相關的證照 所以這個都是未來可能的方向 你們要跟考試院好好的談這個事 好 謝謝 謝謝 下一位我們請蘇智芬委員發言 所以請蘇智芬委 請蘇智芬提怎麼參與 應慈持幫助 以成果佳明陈利 三十七萬公頃 那麼主委 我們就雲林縣來講好了 雲林縣的面積 雲林縣的話 我們的灌牌收益的面積的話 大概有六萬三千四百八十五 那麼灌區外市座的面積 有九千 九千兩百六七公頃 也就是說我們灌區 灌區外面市座的面積 其實還不到一萬 大概將近一萬 就是九千二 但是主委 我是希望當水利會 升格為公務機關以後 開始的話 就限定 我們真的做一個盤查 我們現在分為灌區 跟廢灌區 但是實際上有吃的水 跟不吃的水 這才是實質的狀況 這樣明白嗎 完全同意 好 我們就說 有吃的水的地方 以前說的時 它又分析 分析 輪作 這樣啦 第一析有的人去噴到水 有的人是第二析去噴到水 我們說就是說 好 現在 有一些地方 在我們所謂的灌區內 但是沒有人要吃水 再來就是說 我們的供水來講是不穩定的 更不穩定 那我們就提到說 以後的話水利庶 跟我們農田水利庫的關係 到底是怎麼樣 這個淨核關係 當然沒有淨啦 如果有核啦 只有核的關係 但是水資源的掌控 又是在水利庶嘛 我們站在府裡面來講的時候 我們的水族的分配 分配 我們農產用水性 大概是將近七成以上 我們說這樣 將近七成以上 我們將近七成以上來講的時候 但是問題 世界最吃到 在緣頭 連後 噴到水 還有走過我們的灌區 我們的灌區有灌牌 那我們的灌牌裡面 世界最喜歡的灌區 白水 跟我的水 又有多少面積呢 又有多少面積 我大概舉一個例子來講 我們大概 全台灣來講就是南北巷 南北巷的話 我講說 南北巷的話 高速公路 我們有高速公路 那我們有高鐵 比如講的話 還有縱貫路就對了 婚姻貫 縱貫路就對了 縱貫路一湯 要吃的水 縱貫路一塞就對了 幾幾乎 不敢講說沒有 幾幾乎就對了 沒吃 沒吃我們的農電水裡 水就對了 那水跑到哪去 水跑掉下去 所以這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 所以我在看水利會如果升格為公務機關 其實站在我們地方比較不熟的看法來講的時候 比如講的話 十幾個分數 你不管你的資產都不好 你的不動產 全部都交給十幾個分數來管 這都還是吃藥的問題 人數也是都過吃藥的問題 那站在外交道在看來講的時候 第一 我們的殘的水 再來我們的水準完分配 以後到底要怎麼處理 農田水利處如果升 水利會如果升格為公務機關 那麼我們農委會所承擔的 承擔的長長久久 長短久的話 因為升格 那我們農委會有沒有升格 管農田水利的 我們有沒有升格 那我們哪個部分到底要升格 是哪個部分要升格 第一 水不會農費 第一 農民吃的水就對了 第三 我們說的是 灌牌就對了 過期 灌牌量用 我們就灌鑑膠 那後來也擺水的膠 但是我們說就對了 既然就沒吃到水 你灌鑑膠 又流進去 所以一後就對了 如果升格為公務機關 我們大概不能停留在 現在的農田水利會的思維 我這條就是灌鑑膠 我這條就是灌鑑膠 後來 我有一次聽到我們的小廚長在說 灌鑑膠很簡單的 看三民工 三民工就對了 那叫做灌鑑膠 那騎鑑膠呢 那騎的 那就是什麼 那就是灌鑑膠 但是現在在地方 沒必要 咱們比起來還要這樣分嗎 後來就是說 騎的農委會角度來講的時候 先來一個很嚴肅的問題 我剛剛聽到的話 主委你在提到說 我們把水質要顧好嘛 水就要送到殘裡面 我們的農業才有材料發展起來 第一 水要怎麼送到殘裡面 如果他目前就對了 他分認關來說 水絕對沒有材料送到我們的殘 你不要講三十一萬公頃 三十一萬公頃裡面的雲林縣佔了多少 就不要再講說 其他三十七萬 非灌溉區裡頭 雲林縣的農田佔了有多少 吃不到水 那吃不到水摘 當然是在抽底下水 但是如果在抽底下水吃的時候 我們會灌排 還需要灌排量用嗎 我們倒不如就務實 我們在系統裡面 來處理排水的問題就對了 系統來處理排水的問題 那現在的話 我們都知道是 農村的社會最為人詬病的是什麼 把我們的白水炒到要死 這個牽涉到什麼 跳步的用水 跳步的用水是我們現在說 過去來講水理會 大開後門全部讓你搭牌 現在呢 政策就緊縮了 不讓你搭牌 但是你不讓他搭牌 他怎麼辦 打步的就是 農委會的序幕處裡頭 針對我們的池底裡面 如果要搭牌處理的水 要怎麼控制乾淨嘛 所以我覺得說的 不是說我現在這邊 關鍵夠了 我不准你搭牌了 過去我現在我沒准你了 我說他搭牌那個關鍵夠了 你名字上面是什麼關鍵 但是實際上就沒有關鍵了 就不已經在做關鍵了 所以我就覺得說 這整整的問題就是什麼 千倉百孔 千倉百孔的話 那我就是非常非常的憂慮 再來就是說 我們的財產現在是分為17個分屬 對不對 主委 17個分屬的話 有都會型的話 那有鄉村型 這樣子 所以以後來講的話 我想這樣子一個制度 都還是必須再重新要來思考一個問題 好了 那麼我把一個預算 也請主委看一下好不好 過去我們的預算 109年度我們的預算 下一頁好不好 下一頁的話 我以雲林來講的話 我們政府補助的的話 那政府補助的 8分級75.9 將近76%的 所以他的自首的收入來講的話 只有這些這些錢 那麼政府的補助的話 佔了幾斤的話 要八成來講的話 佔一個升格為公務機關 因為主委你都沒有提到 這麼多八成都沒有了解 水利費所有在穩服就對了 政府補助這麼多錢 政府都補助什麼 我們看這是千元 來 11億 我們11億裡面我們補助 婚人館水利費 我們補助那麼多錢 婚人館水利費 要做什麼 台北市都做什麼 你的法員來講 補助這個十一億四 為什麼要補助這麼多 跟委員報告 那個 委員你 問五分半千 每個問題都很大 我只剩15秒來回答 我就請問這樣 那我只能回答 預算的部分 我們今年中間 差不多變成五十八到六十億 那裡面大概有二十幾億 是我想以前 就是農民要繳水座的部分 農民要繳水座 所以現在農民都沒有繳水座 沒有繳水座 政府也農民不繳水座 但是這個基礎是政府拿的 這樣抓不對 政府拿農民繳的 這是第二 所以有二十幾億 第二就是 我們要讓所有農田水利費 替我們維護所有這些灌溉系統 更新設施的部分 這也是差不多二十三到二十五的左右 都會按照那個面積比例去 來請各農田水利費幫忙 那我們還有一些 比較經營困難的 尤其鄉村型的水利費 我們有一些的 匯務的補助 所以基本上 一年差不多五十八到六十的基礎 所以我們要說 我們的農民要知道 現在水利費的存在 其實政府的話 長久以來就是承擔了這麼樣重擔 所以現在升格為公務機關 但是升格為公務機關的話 把過去 把過去 把過去來說水利費 所老的千倉百孔的問題的話 真的是一一要去修正它 我覺得一句話 你剛剛講的那個都是很多 從大制度 比如包括水資源的調配問題 到整個 回公務機關以後 比如我們是不是 什麼樣的農田水利費 怎麼樣的運作 到整個你剛剛講的 最細節 農民所需要 要吃水 要用水的部分 我覺得這些長期的問題 我們剛好趁這時候 升格為公務機關以後 我們就是要一一的來解決 尤其我們農業部門裡面 我們不可以當手機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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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為公務機關以後 沒有 沒有責任了 就是農委會要負責 所以我覺得 長期來講 我覺得 這樣的一個制度 升格為公務機關 我想對國家 水資源調度 對農業部門用水 甚至整個水質的維護 都是會是正面的 責任很重 好 所以我們相當期待 好 謝謝主委 謝謝 謝謝蘇智芬委員的質詢 謝謝主委 我們現在請 邱瑩招委質詢 好 謝謝主席 我是不是請一下陳主委 我們請陳主委 來 委員好 主委好 主委我想這個農田水利法 其實相對很重要 那最近我們大家一直在談的這些 相關的農業的問題 是不是也藉著今天的機會 來再來跟主委請教一下 好 上個禮拜其實大家吵得很兇的這個肥料補助的問題 你曾經拍下胸口說 一個禮拜以內可以完全解決 如果沒有的話 你會拿你的烏紗帽來做賭注 是 主委一個禮拜過去了 你可不可以簡單說明一下現在肥料補助的這些情況 到底農民還有沒有缺肥料 第二點有很多的農民在反應 我們一包肥料補助20塊 其實這個對於企業農來講 這個補助看起來就會有那個份量在 但是對於小農來講可能他只有種植一分地兩分地 他需要的肥料並不那麼多 那你這個肥料一包補助20塊 有可能他只被補助到了400塊或者是200塊 所以這個補助相對來講其實是非常的少 如果相較於我們對於什麼其他的這些勞工 或者是有一些企業等等的這些紓困的方案 農民相對得到的補助是非常的少 這個部分有沒有可能再增加 主委 真的很感謝委員詢問這個回料的問題 那從4月15到現在其實不是一個禮拜 已經兩個禮拜了 我們上禮拜就召開記者會 比如說4月15、16、17 就禮拜三、禮拜四、禮拜五 農民預購的數量 那我們都在一個禮拜以內配送 而且配送的回料還比原來多了 將近20%到30% 所以都是要要求一個禮拜以內 配送到所有的農會或者是鄉鎮的補助行 讓農民領 那我們每天都有在我們的網站公佈 各個鄉鎮 那預購多少回料 然後配送多少 我們都完全的上網公告 所以如果委員報告 現在已經 禮拜比較沒有那個燉肥的行程 所以每天預購的 那台肥配送的大概都在2000公噸上下 所以目前都已經進入這樣的一個 所以這個供給是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說肥料的補助有沒有可能再增加 謝謝委員的詢問 所以這道我真的要很感謝所有的委員 我們都不把農會配合 農民真的我真的很抱歉 他說要費料我就還要來電機 還要拿我的身份錢 還要欠我的地盒 讓他預購完之後 然後一個禮拜再來拿回料 完之後再給他現金補助 讓農民多少錢 我真的很抱歉 所以感謝委員的詢問 我們有現在要打算這樣 現在是大概4月29 我們打算5月15 因為上次4月15是補助每包20塊 對 因為農民這樣走路 我們4月15 是補助了20塊每一包 5月15開始 我們每一包呢 就補助農民回料30塊 然後到6月15 我們會補助到40塊 我想因為原油價格下跌以後 我們的尿素義安的這些成本 應該適當的讓農民 可以來享受到這樣的一個福利 所以委員我完全同意 大農可能是這樣的話 補助的比較多 小農比較少 但是我們未來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如果要針對農民紓困 給每一個農民 這樣的一個現金的時候 因為現在有很多實際工作者 他們是拿不到農委會的補助 但是這道來要經濟費料的 都是農民 不是地住 所以有這個食根者的資料以後 我們將來 而且他都有戶頭了 我們也都有資料了 如果行政院這一邊 覺得說要來協助農民紓困 其實我們資料都有了 除了農保資料 再加上來買肥料的食根者 主委我覺得這個部分 其實真的希望農委會能夠 再多努力一點 畢竟農民很弱勢 除了說我們對於農民的肥料的補助 紓困的補助以外 老實講我覺得現階段 怎麼樣穩定農產品的價格 甚至說讓他這個價格能夠賣得更好 主委昨天我們跟陳其邁副院長到摩摩台去賣 這個我們子官漁會的這個龍虎斑 聽說昨天晚上子官漁會緊急通知摩摩台 他們要熔斷 什麼叫熔斷 現在的貨已經不足了 昨天一天賣出了五千一百多組 賣了六百四十幾萬 賣到子官漁會鯊魚來不及 台虎台北府 所以拜託摩摩台不要再賣了 等到今天復工以後 他們再算一下那個量 再讓摩摩台繼續賣 其實台灣有這樣的消費市場 現在宅經濟大家宅在家裡 怎麼樣鼓勵台灣的國人 愛用台灣的農魚產品 甚至藉由這樣子的一個促銷方式 把我們台灣的很多的農魚產品 價格把它賣得好 銷量賣得多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這個比我們在這裡講說 要請行政院發三千五千給農民紓困 我覺得如果我們能夠增加這個銷量 甚至增加它的銷售價格 我覺得這個對農民才會是更大的實質的幫助 主委你同意嗎 完全同意委員的這一個意見 其實農民最關心的就是它的價格 很好不錯 真的感謝委員昨天跟陳其邁副院長 讓我們的那個農府班跟史班 可以這樣熱賣 而且我們希望這時候 可以都透過這樣的一個電視購物平台 來推給消費者 因為一般消費者都是去參加 才吃的酒班 但是他不知道說 其實酒班在家也可以自己來處理 而且余惠都會事先把它做好這個 那個三清都已經清理好了 所以這樣的話那個價格 就會維持在一定的水準 我想之前也跟我們莊惠熊園到那個去賣五花魚 那個價格都是直接比去年還同期還高 所以我們現在的工作最重要 就是把每一個產品的價格 維持在農民可以高興的那個水準 所以現在王來 委員你的選購現在王來也很順暢 那我們外銷也在走 那內銷持續的 我接下來比較擔心的是 浴和包要開始上市了 所以來跟麻煩委員 要一起來幫我們到那個 行銷的這一些電子商務平台 一起來促銷 主委另外 有一件 有一個事情 就是說 最近我們大家也一直在討論 怎麼樣來協助農民 中央管的這個河川地 過去租給農民去耕作 我們有收租金 這個租金的部分 是不是能夠從今年開始免收 包括他的這個 河川局的人 河川局的人去視察 每次出訪一次 也要收這個出訪的費用 等等 所有的這一些費用 是不是都能夠減收 其實很感謝委員 真的是農民 在河川地 耕作的大概有三萬公頃 他們就種植像我們的瓜果類 蔬菜 我算了一下大概有六千三百多萬 我從小的都在拿某種植 那不是在某種植 沒有在某種植 因為那個我殺死 但是三萬多公頃都他們 長期以來從來 大概沒有人考慮到他們為農業的 為消費者的生產貢獻 所以這次因為疫情這樣的話 那感謝委員的這樣的一個 要幫他們爭取全力 那我們跟財政部跟水利署都講好 今年所有的河川地的租金 全部減免 這第一個部分 那相關的那些所謂的行政的勘察會用 也全部都免收 還有第二個 不只是河川局有租地給農民啊 你們林務局也有租地給農民 國有財產署也有租地給農民 這些東西 這些部分是不是要一併處理 各位報告 我們有統計過 在我們的國有林地上面的 不管是承租用權利金的方式 或是用租金的方式 我們至少會比照行政院的要求 至少都減少兩成以上至少啦 那有些我們認為 如果是屬於農民的 我們認為應該或許還可以再加碼 主委 我想這樣 那個中央管的 包括有一些國產署的土地什麼的 他們因為說是台糖的土地 說什麼地價稅太管 所以他們只能減百分之二十 但是農委會你自己主管的 包括國有林班地這些 其實應該不會有太大這些問題 如果能夠全數減免的話 是不是這個也能夠列入農委會的考量 我們下午五點會開會 我們如果確認盤點可以的話 那只要是農委會負責的 那只要是農民他來承租的 我們希望可以比照核川地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的邱昭偉的質詢 謝謝 謝謝我們的主委 謝謝 好 下一位我們請陳廷菲委員發言 請陳廷菲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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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我們也希望林班地 而且國有財產局的土地 其實農民在山區的部分 他們租用的其實也很多 這些就沒有地價稅的問題 所以如果這個區塊 包括林班地 包括國有財產局的部分 其實也一定要一致性的 比同我們的這個核川地的部分 來做一致的處理 好 所以這個部分 要麻煩我們的主委 在今天晚上 我們的會議當中 一定要積極爭取跟財政部 這個預算不會很多 可是我們農民的感受是不一樣的 其實完全同意委員講的 因為那個說起來 佔政府的這個稅收 因為那是屬於歸會的部分 其實不高 但是對農民 他的那種感受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如果是屬於農委會 自己可以來決定的 我們絕對會比較剛剛 委員的這樣的一個詢問 就類似核川地來租金全民 但是如果是國有財產局的 我們今天會或 我會跟那個財政部 蘇建農部長 我們也希望說看這個部分 針對農民的部分 既然核川地都有這樣的一個處理了 那是不是在 只要是農民成租的 這一個所謂的國有財產署的 這些的林地上面 是不是可以比照辦理 那我們晚上開完會以後 我會再跟委員這邊來報告 因為國有財產署其實 從過去他們延續下來的 到底是 是不是農民所租的 其實很清楚 那個很清楚 在我們的電腦裡面 就可以畫出來 沒錯 所以這個部分 再麻煩我們的主委 那其實我們今天要探討 這個農田水利法的部分 其實這個區塊 我們當時候很重要的幾個部分 大概是員工的工作權的保障 沒錯 還有資產如何處理 然後再來就是水利小組如何運作 這個大概就是我們每一次在探討 當要把它變成公部門的時候 大家大概都會去擔憂的 尤其是員工工作權的保障 沒錯 那麼我們現在在草案第18條 第20條的這當中 我們有做了一些 所謂雙軌制的一個運作 那這個部分真的能夠保障到 我們未來水利會員工的工作權嗎 跟委員報告 這個百分之百一定會保障 所有目前水利會 2600多個員工 以及3400多個 我們的小組長的 這一個相關的工作權的保障 那這個部分 我們在職法裡面 會去把它訂定 而且也跟委員報告 我們之前 我們謝處長 也多次的到各農田水利會 去跟他們溝通作產 我們的職法 即將要訂出來 只要母法通過 我們就會跟著公布 但職法 主委你講到一個重點了 我們看到的是母法 重點是你們的職法 沒錯 你們職法訂出來 是不是真的可以符合到你們現在所講的 可以保障到現有職員的工作權 還有升遷還有退休金 這才是重要 沒錯 完全正確 重點在職法 所以我們可以去跟員工 我們已經跟他們溝通多次了 因為到目前為止我們看不到職法 沒有母法通過職法是看不到的 所以現在你們既然已經溝通了 我們希望你們要說到做到 不要是我們母法通過之後 然後之後呢 變成職法 被你們整個脖子 是不會 絕對不會 我覺得 因為我們在那個母法上 既然都已經要維持他的工作權益 而且是採雙軌制 這樣的文字都在這裡 那職法我們一定是這樣的進行 而且我們是要去跟他們完全的讓他們接受 有將來升高的公務機構我們才能一起做事啊 所以不可能對他們的權益 他們的工作權一定要先保障 這個一定是先決要件 一定要這樣做的 先決要件 然後他們的升遷退休金 那我再請教主委就是說 在之前其實有一批我們的工友 機工還有相關的駕駛人 他們曾經數次跟我們的農委會提出陳情書 也就是因為我們這個農民團體的農田水利法 適用勞動基準法是在107年7月1號開始生效 可是這個生效之後 造成很多我們的勞工 當公有即公駕駛人 他們當時候其實知道 我們水利法當時候是適用於 即公公有管理辦法 那即公公有管理辦法 他們是到60歲退 可是60歲退大多都不滿15年 然後依照我們的勞工退休金的一個條例 當他們適用之後 他們適用於勞工退休金的條例 他們是必須要領一次退休金 如果沒有的話他要被打折扣 所以他們當時候有一批人跟我們陳情 當時候陳情的時候大概還有38個人 是適用於這樣的一個狀態 他們希望為自己爭取他的權利 可以延到65歲 可是一直一直到現在得不到一個正確的訊息 到目前只剩下11個 從38個開始陳情 陳情到現在剩11個 現在跟你們說 你們說哇 那我現在如果過了之後 那對於前面的人就太不公平了 在我們當時候38位陳情的時候 你們不做處理 然後現在 確實這個其實對他們會覺得 如果說我們適用於勞動基準法之後 那為什麼我們沒有辦法為自己的一個退休機制 來做一個比較好的一個規劃 我們必須被迫做選擇 兩種嘛 不是一次對就是要打折嘛 就是這樣嘛 那這個部分 到底有沒有可能再去做檢討啊 因為我們今天就要處理農田水利法 之前跟人家講說 欸我們就在農田水利法下面再去做調整 然後一直等等 等到38個人 然後到現在剩11個人了 你們更不可能去修啊 跟委員報告喔 真的是這個事情真的是有點兩難 那也感謝委員替我們38個 我們技工公有爭取權利 因為我們之前 我們尊重各農田水利會他們的運作 所以原則還是60歲 但是只要升格為公務機關 11月1號開始 我們就可以調整為65分 是啊 可是在這個 所謂的曖昧期啊 我知道 這個曖昧期啊 這個曖昧期只有38個人啊 我們沒辦法 農委會沒辦法直接這樣 沒錯 我知道 所以我也清楚 所以我也清楚 當說農委會 當接受到陳情 我們也幫這些工友 技工還有我們的駕駛人提出了陳情 當時候農委會也有要試圖 邀集各水利會的相關人員來做一個開會 可是似乎開不成 開不成 我也知道 可是重點是為什麼開不成 大家覺得他只有38個人 他不是那麼重要 是這樣嗎 可是這是每個人 他心裡面他會覺得 我影響的 我為什麼沒有辦法替自己 來爭取 而且剛好是適用勞基法 然後又剛好適用於改制 剛好這些人就在這中間 上不上下不下 我覺得這些人真的 我們是不是應該給他們 什麼樣的一個協助 是 這38個剛好就在這中間 那個 主委去思考一下 好 去思考一下 對啊 去思考一下 因為我知道 從之前開始38個 然後你們也試圖要去解決 我們處長這邊有要補充說明 好來處長 跟文做說明 其實我們也會試著來跟會長溝通 像這些 原來的這樣的方式 還沒有到65歲 6歲退的部分 是不是他退下來之後 有水利會 以零食人的方式來繼續雇用 我跟水利會 會長來去溝通 對啊去溝通一下 就是說 怎麼樣讓這38個 就是在這當中 如果你跟我 我們剛好這是38個 你也很有力 你會覺得 我剛好就是在這個當中 59歲 我也想 我如果剛好58歲 適用於你們在10月1號 那沒有問題 那OK 剛好我就是差那一點 所以 主委 處長 我覺得如何去溝通 讓他們覺得 心裡面 起碼我們有關心 好 這個部分麻煩 那資產處理的部分 我相信我剛剛看到你們的報告 你們有整盤的 重點是不要讓我們的資產 然後好像變成是國有之後 什麼都沒了 我們應該是要把它 更能夠1加1大於2的一個成效 完全同意啊 好這個部分再麻煩一下 還有水利小組的運作 這也是很重要 水利小組完全保持原來的運作 對 沒有改變這個 我們百分之百保證 沒錯 絕對不能改變 因為現在的運作是OK的 沒有 是是同意 不能因為改為公務機關 我們有任何水利小組的變動 沒有完全沒有 這個要拜託 完全 為是原來的運作 謝謝 好謝謝陳廷菲委員 下一位我們請謝伊鳳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 我想要請那個陳主委 來請陳主委 喂好 主委長 我想要請問你 全台水利會的灌區面積有37萬公頃 灌排水路是7159公里 是將近全台灣公路道路總長的兩倍 目前政府補助的不到一半的經費都感覺很沉重 我相信農委會把它收回之後 你們要全額負擔 我覺得那個效率是很難提高 並且你在報告書裡面有提到說要成立農田水利署 把17個水利會變成農田水利署的分屬 可是目前我看到了農委會的組織法裡面 只有農糧署然後水保局森林自然保育署等等 農經局這樣子等等幾個三級單位 可是你沒有修改組織法 你並沒有修改組織法設立農田水利署 沒有讓農田水利署的組織人力先到位 農民怎麼可以安心 主委你們可以提高農民灌溉用水的效率 其實我也問到一個非常重要的就是整個組織架構面的部分 那我們的規劃是如果17個農田水利會升格為公務機關 農委會底下會有一個農田水利署 它是三級機關等同經濟部的水利署一樣 這第一個說明 第二個我們的農田水利署三級機關底下會有轄下17個分屬 所以17個分屬 對這個我剛才都講過 我是說理論上主委 你應該是要先修組織條例法 才修作用法 對不對 你不是為了要修這個百年難得一見的作用法 你就趕快提出修農田水利法 你讓我補充說明 我剛把組織架構講完之後呢 農委會這一邊的整個組織法 還有農田水利署的組織法呢 我們會併行政院在六月的時候 通常一般行政機關都是先修組織法再修作用法 這是這樣子的 可是你沒有先修組織法 其實應該都可以啦 作用法跟組織法其實也可以來同步 還有主委你剛才提到 水利會改制為公務機關之後 可以讓你們有公權力來保障水質 其實我們可以知道的是經濟會的 經濟部的水利署 他依照水利法跟河川管理辦法 他都擁有警察的職權 但是擁有警察職權並不等同於警察 在實務上面水利署他們要取締違法的案件的時候 能需要警政署配合出勤警察來共同查氣 這並沒有給你們公權力 並沒有讓你們有這樣子的組織人力來維護水權 所以我覺得跟現行水利會的維護水權 維護水質的並沒有什麼樣子很大的不同啊 其實我們問到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那水利會現在是公法人 我每個問題都很重要 喔是 那水質如果受影響 尤其是我們灌溉的水質受影響 如果水利會的同仁他去執法 他怎麼去執行這一個所謂的違反相關規定的那個 還是要有一個公權力的這個單位去執行 他還是要找警察一起來嘛 那現在變成是農田水利署 底下有分屬 他就可以去執行這樣的公權力 當然執行就好比是我們任何的地方的違規 還是都會請警政單位來協助啊 比如說查氣相關的那個消防安全環境等 我只是認為喔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話 你把認為保障水權當作水就是那個水利會 不是水權水質 保護水質喔提高你們的公權力喔 當作水利會修法的一個重點喔 我也覺得是 我覺得沒有那麼必然的那個 其實跟委員報告喔 那個 然後我想要提到的就是說 水利會目前喔是一個公法人喔 由所有的農民會員共同來管理水權喔 農田水利會的會長是由會員喔 直接選舉產生喔 完全是符合民主的精神喔 但是喔強行把它改成行政機關喔 其實是有點違背喔 我們現在國際倡導的由農民參與灌溉管理的這個潮流喔 現在喔由政府把這個就是農民共同參與灌溉管理 改成由政府來管理 好像有一點走回頭路喔 主委你怎麼看 其實這個是兩件事情 我們農民當然有很多的權利 甚至該有的民主的這個權利 我們都一定是替農民爭取 但是水利會所執行的相關的業務 其實委員如果你看我剛剛簡報的第三頁裡面 百年來的這個演變 其實可以發現說 其實如果升格為公務機關以後 對水利會本身 對這些員工其實都是正面的 他不會因為說 所謂的沒有一個相關的選舉 而讓農民失去他該有的權利 我認為喔 更重要的是 保障員工的工作權是很重要的 你去看那個這個還是有很多 但是喔 目前我們沒有看到農委會有相關的執法的規定 我不知道你是怎麼樣肯定喔 我們簽了這個農田水利法之後 等於空白授權給你 來 我們在吉瓦院殿堂所承諾的 當然一定要做到 我不斷的要強調 幫員工的福利確保 是在整個水利會升格為公務機關裡面 最重要的前提 母法有規範 職法也定這樣做 做不只是我們在這裡講 我們還到各水利會去溝通 我想這樣的話 才是具體可以保障他們的權利 所以我們相關的職法都已經在周圍了 還有最後我想要問主委一個問題喔 就是你講的實名制的肥料補助喔 我想要請問主委喔 這個肥料補助什麼時候可以結束 可以什麼 可以結束 因為 雖然說喔 你說的實名制補助肥料 讓農民拿到20塊 其實有很多的農民 並不是在意這20塊的補助 他們是想要真實的拿到肥料 現在目前你必須要有土地的陳租的契約 或者是土地的藤本 才有辦法去登記 然後取得肥料 其實有很多的農民 他們在耕作的時候 是透過口頭的租約 或者是等等 他們並沒有拿到實際的農田的租約 可是他們想要買到肥料 他們沒辦法買到肥料 包括剛好顛倒 他都不用拿土地的藤本 也不用地主簽名 他只要告訴我們 你在哪裡耕作 耕作多少面積 我們可以確保這些實根者 這一個肥料的遇過實名制 就是在確保這些實根者 我知道事實上有很多的實根者 他沒有租約 就是不用租約 我們沒有要求租約 你如果沒有租約 我看到你們農委會的那個 他就有租約 農民就是有這個問題 保證不需要租約 為什麼 因為地主不會簽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整個毀料的實名制裡面 就是要解決長期以來 我們最難解決的 我們的實際工作者跟地主不一的 絕對不會要求有所謂的租約 我跟主委講 可能主委 你沒有到實際的基層去了解 我知道 我們要推合理化的用肥 是一個理想性 但是主委跟農委會 其實你們並沒有辦法去檢視 每一位農民的每一塊田地 或者是耕地 你們的合理化耕肥 只是一個綜合性的數字 我覺得實名制的肥料補助 就像是共產制度 你控制了農民使用肥料的自主權 跟委員報告 所有的因為 因為你在推肥料 你在推肥料的合理化 所以 你就希望說農民的耕地的每一片土地的肥料都依靠於數據去合理化 其實我對於農地的了解也沒有像主委 我們兩個其實都對農地的了解沒有像農民那麼深 我是說沒有那麼深 你沒有對每一塊農地的肥料的了解像農民這麼深 哪裡平級他就需要用肥多一點 哪裡不平級他就可以用少一點 他都要花錢的 他為什麼要花錢 他為什麼要花錢 那委員報告啦 這不是跟他說解剥這個實名制被囤積毀了的問題 我知道啦 現在大家都很想要跟陳時中部長一樣啦 可以用實名制的口道博取得到民眾的經驗 可是這個不是所有的東西都可以實名制的 如果要花錢的人囤積起來的話 我們不會做這件事情 謝謝主席 那只好用這個方式才能解決 謝謝 那個謝委員如果您剛剛的有些農民齁 就您舉例的那些沒有辦法買到肥料的 是不是能夠跟我們農委會農糧署這邊 是不是能夠跟謝一鳳委員那邊實際了解 看看是哪一個農民沒有辦法 因為這個實名制的制度實施後沒有辦法買到肥料 我們直接去協助他處理好不好 請那個農委會的同仁趕快 好來下一位我們請孔文吉委員 主席可不可以請陳主委 來請陳主委 還有這個謝處長 來請謝處長 我們這個農田水利會 事實上是可以說跟我們原住民比較沒有關係 其實沒有 我們之前您記得之前我們有來報告 對原住民的農業部門裡面所提供的服務裡面 我們4600多公頃裡面原住民的地區 有超過2000公頃 那比如說人愛鄉 我們把它納入灌築外的 我是說沒有關係 不是說那個什麼 農田因為農田水利會在過去 根本就是跟原住民沒有什麼關係 你說農田水利會 就是說我們原住民要灌溉 要修水淨 他說我們原住民都不是會員 所以他就無法可管 因為我們不是會員 同意 我不是說沒有關係 我是說常常要找農田水利會幫忙 那過去的時候我碰到的經驗很多是這樣 那也就是說 在這個這一次呢 要修法農田水利法 那改為這個政府行政機關 我是希望以後對農田 我們原住民地區的灌溉的一個農田 還有水浚的修復 能夠一視同仁 在這裡我要先肯定 我們謝處長在我們仁愛鄉這個 新生跟護住村 你推行了全國第一個 原住民地區的灌溉區 對不對 那這個是好不容易啊 幾乎是千拜託 萬拜託我們農田水利處 因為農田水利會呢 他不管 那我就只好拜託謝處長 那謝處長又找了 南投農田水利會 那個林會長也很認真 所以我們才會有全國第一個灌區 本席是從頭到尾呢 在爭取我們要修復我們 原住民的灌溉的水泉 還有這個三次通水典禮 做得很漂亮 我先肯定 就是說農田水利會呢 平常在過去的時候 是不關心原住民的灌溉水泉 但是呢 後來這個還沒有這個 農田水利法之前 我都是找謝處長農田水利處 逼得我要去那邊找 但是現在如果改改了之後呢 主委你講 將來原住民的 你剛才講的兩千多公頃 這個原住民的地區怎麼處理 首先感謝委員會長 肯定我們謝處長 所以你看齁 在農田水利法還沒有通過 農田水利法還沒有升個公務機關之前 我們現在在做的 就是把原來農田水利會 它所服務的範圍 擴充到所有的灌區外 灌區外當然包括原住民地區 對啊灌區外啊 過去不是灌區內的話 你會長肯定這樣的一個運作模式嘛 將來升格為公務機關以後 那就是更是直接農委會的農田水利署 他就要直接負責了 所以以後呢 比如說各原住民的 其實就如同我們謝處長這樣講 要有水源 工程就不是問題啦 那這樣的話呢 原住民很多的地區 當有這個灌溉用水的時候 他生產的那些農作物 就可以多樣性了 沒有錯他現在齁 因為我想謝處長跟很清楚齁 我跟他兩次到 我們仁愛鄉的那個 新生村跟那個護族村 全國第一個灌區 那現在還有幾個 還有幾個什麼灌溉水浚 新一鄉的羅納水浚 低利水浚 要拜託 要拜託我們是不是這個 繼續來關心啊好不好 好 那這個條文 我比較 比較反對的就是說 這個農田水利法呢 因為它有它的一個歷史背景 它的一個歷史背景 它有它的歷史因素 所以為什麼我們國民黨團的委員 是希望說能夠開一個公廳會 是這樣 那最主要呢 最主要就是說 我們這個 這個農田 這個農田水利會呢 它的財產 並不一定都是公有 它還有私有嘛 對不對 那私有的部分呢 我們這個 將來修法之後 我們我們要怎麼處理 私有的部分 有沒有去統計 那個 我們這個 我們有相關的資訊 你如果要把所有的動產不動產的話 我現在請那個 謝宿長跟您報告 我印象中的動產的話 目前大概現金有六七百億 不動產大概 是一千 兩百億 一千五百 五百多億 五百多億 那裡面的公有私有 其實我們有相關的 這個資訊 我跟委員報告 所以整個農田水利業的資產 就是兩百七十九億 固定資產是一千兩百 四十四億 那其他的資產大概九億 目前就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好 那那個農田水利會的財產 將來全數 要納為國有財產嗎 呃 不是這樣講 那你要怎麼講 因為是讓整個公務機關在管理的時候 就公開透明 但是全部用在農田水利的業務上面 那因此為了確保用在農田水利業務呢 我們會在母法裡面就訂定多過基金的運作 嗯 那十七個農田水利署 就 分數就有十七個基金的 作業基金的方式 而且作業基金呢 還不受國產法的這樣的相關的規範 那這樣的話都可以確保用在這一個 農田水利的 所以你要知道齁 這個農田水利會的資產 並非完全公有齁 那你如果說要全部納為國有財產的話 這個有沒有侵犯人民的財產 而且是侵害憲法保障的財產權 跟委員報告齁 你看我們現在的所有的組織裡面 政府部門假設是最左邊 再來就是公法人 再來就是行政法人 那公法人就是目前農田水利會的位階 行政法人之前 行政人事總處不是在推 像我們以前有很多的單位希望透過行政法人化嗎 所以水利會某種程度已經是公法人 所以公法人就是農田水利會底下的這些的財產 資產我剛剛所說明的 它就本來就屬於公法人 已經接近所謂的政府機關了 所以沒有所謂 剛剛委員所提到的 他的這個資產 不管是所謂的公有私有 那變成國有以後侵占人民的財產權 這件事情 沒有齁 那這個這個我們明天會好好討論 那第二個呢 我們比較反對的就是說 你將來改為會長將來是官派 不是農民直接選舉 那這個部分你們將來會怎麼處理 不對不對 將來不是農委會官派 因為你升格為公務機關以後 那我們是就把農田水利署就會變成農田水利署 就跟水利署一樣 它是三級機關 水利署底下有分屬 所以分屬 分屬的分屬長 是屬於事務官 就是公務人員來擔任 他不是官派 這個不是說我們維持水利會 然後有會長 會長改成官派 不是這樣的一個制度 你跟我講一下 會不會再有一個510事件的發生 510 這個完全是兩碼市啊 那個他是公務人員 因為你將來可能官派啊 水利署署長是事務官嗎 那個 將來 全部都是事務官 農田水利署的署長也是事務官 對 目前整個規劃都是事務官 那這裡面 這裡面有沒有農民直接產生的 在就未來組織改 轉型之後 那個諮詢會跟那個相關的小組 那個水利小組裡面 都是可以維持這樣的方式 好 那本席是要主張了 原住民地區 你剛才講嘛 我們仁愛鄉哪裡鄉都有 原住民地區的將來的組織的轉型 原住民要有個代表 只要是那個水利署下面的分屬 如果有是原住民地區 可不可以保證說有一個 原住民的代表幫原住民的農民發聲 只要是有小組在就是 那小組就是原 我們的 小組 小組就是原住民 對對對 我們有3400多個小組啊 所以未來有 服務到這些話呢 都可以讓原住民來一起參與 諮詢委員 在原鄉諮詢委員 也可以請我們的 好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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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我講信義商的 關蓋水郡 這是我們原住民地區 關蓋水郡是最難 最難 爭取的 五月份找個時間 因為委員有提告 那地區要納入灌區嘛 我們找個時間 去現場勘察 跟相公所來討論 好 跟委員報告 好 謝謝 好 謝謝孔文吉委員 下一位我們請蘇正清委員發言 待會陳明文委員發言完之後 我們休息五分鐘 好 謝謝張偉 來忙一下主委 來請陳主委 來請陳主委 來 主委你好 主委 現在在我們台灣現在 蘇貞昌行政院長他講一句話 他說防疫做得再好 如果我們的產業沒辦法振興的話 就是振興產業的話沒辦法起來也是枉然啦 所以防疫很重要很重要 所以相對的產業的振興 一定是更重要的 這點你應該也認同啦 完全同意 好 那麼 在這裡我要跟你說 我們農委會 可以說是觀眾看啦 天上班 頭髮走的海底油的 都是你們的管轄範圍啦 所以說得實在 叫做包山白海 就是說你們的業務量 可以說是非常的龐大 那麼 不管再怎麼樣 面對著這個武漢肺炎的問題 現在 我先問 我們農政單位 你們也接到很多農民的心聲啦 是 好 那現在來講的話 我們有投保 勞保 假類漁民 我們有比照勞動部的紓困方案嘛 對不對 是 沒有錯吧 現在是怎麼樣 符合一定條件 一個月一萬 可以領三個月嘛 是 設限投保金額2萬 守得四十萬一哈 沒有雇主或自營者 一個月領一萬 領三個月三萬 好 所以 投保勞保的賈瑞移民他就有嘛 差不多有八到十萬人嘛 沒有錯吧 不是 那 委員特別報告 因為 勞動部在上禮拜一出來之後 他是針對勞保的部分嘛 針對勞保的部分嘛 那剛好我們的漁民 漁民他有投那個 假類會員 假類會員的 他們是投勞保 那我們的 部分 符合 勞動部我剛剛講的那 三個條件 如果沒有的咧 那其他的咧 我先說有符合的條件 這是 2萬市的投保金額四十萬 守得以下 以及沒有雇主或自營者 我們的漁民齁 剛好有十五萬的 十五萬的 十五萬八百幾個左右 現在就是 開始投過他們來電機 所以我們後來 院長這一邊 也 認為說 既然勞動部有這樣的一個 同樣的這個條件底下 可以零三萬 那我們的漁民 目前也是可以按照這個方式 好 那如果這樣的話 我現在要替農民來講啦 那農民的要怎麼處理 喔 六委員報告 這是 兩件不一樣的事情 我知道 當然不一樣 他一定是漁報嘛 對 那農民這邊 其實 農報的部分 六委員報告 有領老農今天 六十五以上 差不多六十幾萬的 那六十五歲以下 十七重農的 差不多四十五萬的 對 農保 現在沒有六十五歲以上 你們要怎麼幫忙 現在我們家裡 你就知道我們都要 我們要走在第一線到八線 大家做得這麼說 他們第一句話 就是說 委員為什麼會有差別這麼大的待遇 那 那委員報告 你從賓東來 像現在 就是說看 這個 這個 武漢會員的疫情 對農業部門的影響是怎樣 我剛才委員有說 你今天沒有影響嗎 喔 當然有了 對啊 為什麼 他也是農業的支出 委員 成功 成功 那個 發肥產業的 成功的 我知道要發肥產業影響很大 但是其他的也有影響啊 我今天 主委 我要跟你說 我都知道你很關心啦 但是 你如果今天去針對農民的紓困 我是建議 你們最好不要 只依所謂的 產業列別 去做紓困啦 會引起更大的反彈啦 應該是這樣 如果要紓困 如果 如果是 武漢會有影響的 我們的農產品 我們就對每一個產品 我們現在由石櫃開始 往來 花費 現在連鮪魚 東港那裡 都有完整的那個 振興跟紓困的計畫 但是如果 要針對所有的農民 要發現金補助的這個紓困呢 我們會認為最好的方式是什麼 就是不要設條件 怎麼方式呢 就是所有有農保資格 沒有錯 我通常說農保資格 65以上有62萬的 65以上有42萬的 65以下有45萬的 就1807萬的 又加上 有來買肥料電器 實際從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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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對我們農業部門 有這樣的一個衝擊 影響到我們需要 做這個紓困 現金的這個部分 主委 主委有沒有衝擊 其實我要講的啦 這是連動性的 各行各業 其實都有衝擊啦 只是它的大小小 沒有錯 對不對 好 所以 現在你聽說的 包含著65歲的農民 包含著65歲以下 一百百幾萬的農民 他們認為說 為什麼政府就 忽視了我們這一塊啦 沒有 你咧絕對不會忽視 我應該是說 農業形態比較不一樣 像 勞動部那邊有什麼 殲堆 65以下有勞保 因為 他們那邊有提供制度 我們的農民 70歲也還在做事 所以不才會說 我們才會說 如果要紓困 我們是認為 就全部將來一體 試用就最快啦 好 我們希望看到的是 具體的行動 所以我只要用 這麼多時間 讓你去改稅這些東西 因為 一般現在農民 他們都感受不到啦 他們都因為說 為什麼 勞工有 他們沒有啦 啊 我們要的去 如何去跟他們說明清楚 還是真的是 政策的 立法 本意 能夠讓他們感受得到 阿 剛才以前 我們這時候 大家的議員都說過 要看有才有 因為他們一直感受 這個選擇也好 不管是他們的行動 大家都是受到 武漢肺炎的衝擊 所以多或少 都實質地受到影響 所以我們怎麼樣去 在這邊拿到一個平衡點 不要被誰去萬壇 才不會有 越來越多的民怨產生 我跟委員報告 應該是這樣啦 我覺得 不要拿農民跟勞工比啦 因為他們都是最基層的 實際的工作者 應該是說這樣 因為這個 武漢肺炎的影響 因為對我們農業部門是這樣啦 就是外銷也有受影響 因為那些 歐美日本 那些人都會有受影響 我們來消 他們是參加 比較沒生理嘛 所以資金也有減少 所以整體上 農業部門是有 這樣會 這個損失的部分 這是第一的部分 第二的部分 就是說農業部門 現在 也是站在國家的 糧食安全的角度 不管怎樣 先本怎麼起床 農民也是一樣 在那裡做是 為所有的消費者 所以站在這兩個論述 基本上 真的還要讓農民 就是要按照 我來委員報告 沒有錯 我改正你的說法 這樣的話 就有達到 所謂的紓困的這個效果 所以我也希望 你剛才所提的 是不是真的可以去做啦 那麼 我現在還要跟你講的 就是說 他們感受不到的 親自已在紓困的部分 現在你知道 他們我們的專愛農袋 包含農機啦 福島農糧 這都有 但是 在一個項目 農家綜合貸款 卻沒有 只有免 只有什麼 只有免息喔 你知道嗎 委員我說 我們的 這個應該要可以嘛 委員 我們的困困裡面 有五項 第一項就是融資貸款 融資貸款 我在這裡慎重 再說一道很簡單 所謂新貸款 一年利息全免 舊貸款 一年的利息也全免 如果還需要 本金也可以延絡貸款 就是這樣而已 沒有 你說到 但是現在 農家綜合貸款就沒有啊 他只有 岩腳本金 他沒有免息喔 主委 我沒說錯喔 農家綜合性貸款 是 沒有免息的喔 只是 岩腳本金而已喔 這跟你說的不一樣喔 所有人都在說 為什麼 我的農家綜合貸款 沒有 我跟委員報告喔 我剛剛講的是 所有的 政策信貸款 包括 這個 如果真的是有落高這一個 晚上五點開會 我們就決議 你要去好好了解一下 因為 農家綜合性貸款 才是整個 它包含著 消費生計 我知道啦 那就是 他的當勢的保問 如果這個部分沒有 我就答應委員 晚上我就立刻 回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因為我特別來委員報告 我們總共現在 五多人 已經核准了 一千六百幾個 農民 肥民都核准 金額超過快六十億了 好 所以看到的還是要繼續去推動啦 好不好 這個可能 就是真的你們漏掉了 這個 剛才講的 你們記住啊 農家綜合貸款的部分 我知道啦 那是那個 本來那三十萬元 我們提高到四十萬的部分 提高四十萬這條 對 這條沒有 是 你怎麼記住 本來才不會說 我要說餘倉 水電的部分 經濟不供 水電溹 包含農業也可以減免嘛 只要符合標準 但是 你要叫 Throwing advocating 三十萬元剛剛好 比如說 我是泰公海 我開玩笑 所以一定要 bloody 可以 cambio 對啦 所以他的電視越多 啊 經濟部跟你電說是什麼 是主要是要再電減這個 怎麼有這個動力 所以 主管機關自行認定 去即可 所以主委 你是主管機關 你就要有責任 直接去認定這些東西啦 對不對 反而不是不一樣的耶 我們如果經濟部反應就是說 他的水電的優惠 最好的方式是 類似比照一般 類似所有的國有地裡面會共用的 全部租金解免多少 那就一體試用 我想這個在執行上 就不會造成棍檔 你們要想到一項 剛才說 經濟部的 他們沒有了解說 外部是要在水電繼續吃的耶 黨部是要每天吃的耶 是 好嗎 好 謝謝啦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蘇貞基委員 下一位我們請陳明文委員發言 好 主席 我們請主委 來 請 陳主委 好 主委 委員吼 這波疫情是非常嚴重的 所以現在 剛才你也在把我們的委員打行 我們這次 農委員也有規劃移民的紓困 每一個月一萬塊 總共發三個月 所以我們現在導播薪資 第2萬4的 就是符合這個紓困條件嘛 所以剛剛你的報告 你的說明裡面就是說 因為我們是 因為有勞保 所以我們秘民也是吃力的 所以就是符合這個部分啦 所以現在大概就是 秘民大概在這一波的一個紓困 這個得到的政府的一個照顧 所以現在秘民大家 都很高興 他不太高興 那今天當然站在 農業縣的立法委員的立場上 當然也會站在農民的角度 來問這個 農委會的主委 那這樣會 秘民有 農民有嗎 大概這個同樣的一個問題 我想很多委員都已經提過了 那農民有沒有 那你剛剛的說明就是說 65歲以上的有67萬人嘛 65萬 65歲以下的有45萬 但你意思說 如果總要照顧 就是要一百塊幾萬 農總要照顧 你的意思是這樣嗎 是不是這樣子 如果委員特別報告 感謝團隊委員為那個 農民爭取全力 但是我應該要特別講說 行政院這邊它是認為要一體適用 是針對勞保的部分 那是因為勞動部有訂了這一個 一個2萬4的投保金額 40萬所得的這個上限底下 沒有雇主的或者自營者的 我知道 有投勞保的 我知道 那就可以領3萬塊一個月1萬嘛 那因為剛好我們的漁民符合賈列會員 又符合這樣的資格的有155萬大概800多人 所以他們就可以同樣的來試用 所以基本上 應該不是說漁民有農民 就是說他們是符合勞保 腦中部的規範 我知道啦 那我想這是第一個 那現在站在我們的行政法令上 你認為說這個漁民是符合勞保嘛 所以就比照嘛 所以我們農民不是嘛 但是在我們地方來說 農民就是包括農民跟虛民嘛 我們說實在 所以一般社會都會認定嘛 所以現在要說的意思是說 虛民就有這樣啊 農民要怎樣 我們要怎麼去照顧 那你聽起來你剛剛講說 喔 這樣起來 每天就是要幾百萬人的 所以你現在在座位上恐怕 而且農保跟你這個老保又不大一樣 你大概說明是這樣子嘛 委員 應該是說農民、虛民 都是農民要照顧的 沒錯 報紙把我們不分農民、虛民 啊 應該是說就是說 因為有勞保的 他基本上是領薪水的 他去做工的 我知道 但是農民是自己做事的 有他的修正啦 所以那個生產的方式是不一樣的 農民可能是太多、太久 不會說那種桌子 我知道啦 所以農民的部分 所以現在當然 農民的這個保養跟虛民的保養不一樣啦 這個我們聽清楚嘛 我們今天不再討論這個重點啦 我要討論的是 農民跟移民都同樣在這一波的疫情裡面 我們都必須要照顧 我今天講的是這個部分啦 那因為事實上你也剛剛答覆嘛 農民確實在這個疫情過程中 也是被衝擊的嘛 所以也希望能夠有所謂的紓困嘛 只是說你們現在不知道怎麼去照顧嘛 那我的建議是說 是不是我們能夠真正的去照顧 有實質耕作的這些農民 譬如說你我們現在 主要說已經有土保、榮保這個 這個租災的保險 這個認定的這個標準的話 大概就是有做大概大概有25萬嘛 25萬耶 25萬耶嘛 那這個部分是不是你先能夠 做實質性的去把它認定 能夠來在這一波的一個紓困當中 能夠把它拉住 可不可行 其實非常感謝委員對農民這樣爭取他的權益 而且委員跟他講 因為這一波的疫情非常的險峻 而且對我們農業部門 那影響可能會看疫情的發展而有所不同 但是基本上一定有影響啦 對啦 就是外銷沒那麼好賣嘛 來銷餐廳的 生意減少 所以輸給減少的時候 還是影響到農民的這個收入的部分 內市市場的萎縮啦 這個我們整個外銷市場的這個段內 這個都會有影響的啦 所以我們這樣被他處理 還是要生產啦 所以還是要貢獻給消費者所需要的這些糧食安全 所以各位委員報告 我是剛剛說 農民這個保險是 看電說他真的有作息 你還去要執摘嘛 所以已經有實質性的一個審查啦 要發營一定有啦 但是 農委員報告 不可以跟農民接渣的保險 我剛剛說的 阿不會 不要有一些所謂的標準 就全部的農保 加實際工作者 可以 這樣讓方式來規劃 照我同照顧所有農民 我認為你農委會真的就是站在農民的立場 我只是在替你考慮 是不是說你照顧我的這個 這個人數太多 所以你們有所謂的切剝的這種想法 但如果沒有的話 沒有沒有 站在 沒有的話 所以我們才跟你建議說 十足耕作者的農民 那如果你真的要全面性的照顧 我們也同意 所以我是希望這個事情 要趕緊解決啦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目前大概農委會都會針對農民的各項補助都以 自由的土地啦 還是說你在公共土地 你要有土地的作用啦 這樣進行補助 那現在喔 我們大概三區有恰恰農場 所以這個都沒有辦法實質射到農委會的一些補助 不管是農機的補助啦 不管是飛鳥的補助啦 還是說水豬的補助 大家都沒有 所以這些人 都有一些縁緣 那我是建議就是說 是不是這個站在農委會立場上 就是能夠照顧這些比較弱勢的農民 那我們是不是有沒有什麼辦法 也能夠把他們納入我們的補助的一個照顧的一個範圍 各位報告齁 這麥珊這裡七百幾公圈的農民 他這地方去買備料 去麥珊農會預購電器 我們有飼料料 他有市民嘛 他有他的省情購買 他的民眾多多了 喔 對 我們趴勝五月 就是要訪問說 如果天然之海來 他們就可以領到現金補助 你就是要根據這一次去登記 回料這些相關飼料 認定他有實質的工作 好 因為今天他之前去麥珊那裡辦座談的時候 他們有幻念說 他們夾不到天然現金載助的部分 但是我現在我有辦法說 因為他的實際工作者 來報的內閨我們去排除 好 這是可以讓他 第二 以後農委會的認和的對地補助 只要有實際工作者 就沒有實際工作者 所以為什麼這道會被料花那麼多時間 我知道 讓農民來預告 了解 這樣我才知道誰做事啊 對 所以我當然 在這個保障 所以實際實際工作的文件認定 就是可以利用這一波的回料的殖民登記事 就是要建立 把所有的農民在哪裡 我們都知道啊 那也就是說 如果大家這裡的土南地也好 還是說這裡的車子農場的問題 這裡也沒有辦法提出 如果他們要農機局的補助 都有了嘛 承這個政局 好 他就可以去農會 四千 那這個時間大概會多久 我們希望五月把這個全部都盤點完 好 因為我要讓這個肥料更亂一兩個月後 那都有這些資料啊 五月底就可以解決 大概六月就可以實施 對 因為薰期大概六月 五月就開始薰期了 你如果一定之後 有可能我們六月七月 如果風台季又來 萬一如果有什麼組織什麼天災 大概他們就可以接受到政府的補助 沒有錯吧 沒有錯 好 這一點我希望這個農委會 能夠積極去處理 要不然這個是長期一直沒有辦法解決的 好 最後一點 大概就是我們長期在講的 就是我們農會現在推動的農民的一個退休儲金 但是很多我們自己 這些青農根本沒有辦法加入農保 我想這個事情 主委在嘉義做談會的時候 你也聽到很多 但是一直到現在為止都沒有解決 就是我想這個問題很簡單 農民健康保險條第五條的規定 農會法第十二條所定之 農會會員從事這個農業工作 為領起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的部分才能夠參加 那因為有一些青龍 他有去做兵 20歲做到22歲 人家又叫他又圓一個 又圓五年 還是說又簽十年 所以他們才有領一個退足金 但是被人認定現在叫做 這個社會保險老人給付 這個部分一直到現在為止 他們就沒辦法加上 我們的農保的一個退休的俗進這個注度 這個部分我們要怎麼解決 這個事情你在這台會的時候 也說要解決 但是一直到現在為止 所以我現在特別提出來要怎麼處理 第一個排除他們已經可以加入農民職業債保險 這是簽了一個資源譯比如說四年的 然後後來退伍領了大概沒有多少錢的退休金的這個部分 8萬還是10萬12萬而已 應該可以加進農民職業債保險 第二我也已經跟國安部說好 我們在修法 給他現在可以加進農保 他也可以加進農保 是我們農委會在修法的嗎 對我們我忘了是修我們的法還是修那個 還是國安部在修 對好像應該是修我們的法 因為我們要排除這樣 你現在回去要馬上做一個處理 我可以會後書面資料到委員的辦公室 已經有在進行了 這個事情好像 我把你聽起來好像先前就講了 到現在 一理矢都沒有處理 我今天都敢提出來 還有一種就是 這個 你還有一項救助的這個 這個 這個老保的一個 這個聯資的結算部分也是一樣 所以這個你們都有說 這個都可以還翻你 這個救治的這個可能比較麻煩 這個我回去再了解一下 但是前面那個退伍軍人短期議的那個部分 已經有在處理了 好 希望這個能夠趕快處理 那助理的情況能夠給我一個答案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陳明文委員 好 我們休息五分鐘 像 premiers 好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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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的水利會全部集中在一個地方 不是 我應該說的是17的水利會 他們都有辦公室 那個辦公室裡面 可以這樣公布金 原來這會辦公 我說何屬辦公是一個水利會裡面的 水利會的辦公到公布金 17的分數集中在 17的分開 一個分數都有一個辦公室 好 你現在 那那現在農委會年度一算是多少 將近快60億 差不多啦 年都差不多60億 未來這個改資料會繼續編嗎 坦白說我要拜託委員 給農民政處理 灌溉鍋許看我做的做不到 水利會裡面7萬公里 我們如果蓋上樓的四五十年前 我說你說不夠 所以你會繼續編 應該是說可否委員幫忙 除了因為我們自己編 農水處的還是有限 如果前站那邊也可以編一下的話 那我覺得可能會 前站你要編啊 編來我們一定支持啊 是 陳昌明委員也一定支持 汪崇津委員也一定支持 那現在就是農水路最需要 你要編 你要支持要編得有夠 對農民要比較多 包括冠區外也是可以 都一樣放進來 高雄樓很多都是冠區外的 是 現在喔 作業基金喔 你要成立作業基金下面 各個分數有分作業基金嘛 對 沒錯 17個 17個基金 好 你17個基金啊 很多的收益到是來自土地嘛 對 其實都是土地嘛 對 才不是土地 好 這土地未來比較要出分 是為國有地 這樣嗎 就是排除國產法 但是我們 排除國產法 排除國產法的規定 我知道了 但是廣義還說是國有地嘛 因為公權力在管理嘛 那是國有地 好 你如果其他的單位要撥用 有償 可以撥用嗎 其實有償撥用啊 當然是一定要有償啊 是啊 因為它是屬於這個分數 這個基金的資產嘛 所以就是站在整個 但是有沒有面積限制 有沒有條件限制 這個執行不過我請那個 處長這邊來說 好 根文說明喔 目前還是在做灌溉使用的 當然就還維持我們灌溉使用嘛 那有一些已經不做灌溉使用了 好那 你要有一個把關機制 有有有 就是我們法裡面就有這樣限制 當然我認為啦 其實要重研 對這個土地處分 要重研 是 另外那個排水 你如果 我有反這個灌溉排水的 這個相關的標準 這個部分 未來執行機關還是 農田水利署 跟委員報告 我們講的是灌溉眷 你就水利會手下的這些的灌溉 跟排水進入 那不管機關 開罰的機關是誰 是農田水利署 對對對 是我們管轄的 是以農水法所管轄的 是我們來開罰 好 那個另外 拜日 我們針對紓困 可以做討論 農委員 我看你的執行機效不太好 到4月23號 這個主計總數的報告只有6千多萬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第一期 二十五五十三億 加基金 五十三億 第二期 馬上要通過 二十億 是 這樣你到4月23號 我看你的執行率 還不到一億 六千多萬 這個報告是怎麼回事 跟委員報告 他的可能數據 大概有一些 誤差 六千七百五十一萬而已 老委員報告 我們純粹紓困 貸款的利息 補助 手發的 補貼的金額 就已經超過兩億了 是啊 主計總數的報告 他的報告是 什麼 他叫做 所謂的 預算的 和銷 和銷 就是 整個定數都走 他們都回來了 錢已經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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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太順了 不是 我記得 現在有 一千六百多人 然後 來融資 超過六十億 的貸款 利息補貼金額 超過兩億 是啊 一家都是一年的報告 不是 賬目上的金額 我說 還是不夠 快 然後可能 你們申請太過於複雜 所以 以至於說 這個審核時間過長 所以我們認為說 這個部分 就要跟主委報告說 這部分 你要加強 這個 相關的紓困的進度 跟委員報告 完全同意 我們現在 現在 已經 超過六億 七億 賺我們的整個 比例裡面 超過20%了 而且 我們還有很多錢 要賣 要賣 要趕快 因為這個是救急 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 同歸 你加二十億 加二十億 二十億 緊對薪資補貼 團體的薪資補貼 還有營運金的補貼 薪資補貼 薪資補貼的標準是怎樣 如果委員報告 他看的是 尖堆 有一種產業 應該是 你的問題是第二次 第二次 第二次 我們的比例是 八億在做 那些員工紓困 八億怎麼搞 當然沒搞 對啊 八億怎麼變得有搞 沒有 因為已經變出 但是它可以 機關流用 也就是說 我們一千五百億裡面 我們八億之後 沒搞 我們自己 農委會的現在 用 用不夠的 補助的基準是什麼 什麼樣的團體 什麼樣的組織 什麼樣的企業 有這個條件 可以申請 員工的薪資補貼 基本上 我們是有 定義相關的標準 你要是用 這個 交通部 還是經濟部 那是同樣的標準 它的營業額 比去年少50% 我們農委會有 農委會的標準 我給一個例子 如果 團體 像這樣合作者 它的營業額 是減15 還是減20 還是減30 已經公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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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團體可以領20萬 所以 就是委員說的 我們不能說 辦法定材 之後 都沒有對外 去宣傳 他都不知道要怎麼實現 完全同意 好 所以 另外 我還請教 農業動力用電範圍 跟標準 已經 有預告 預告 預告 是 現在怎麼會不會上路 議員報告 我想問題 行政院這邊 最多 應該是 這次應該會處理 會不會跳票 當然不會 這個 講出去的 一定要執行 而且 補業就是要用電的高空 對 用電高空到 你這樣還不批 不批的原因是什麼 沒有沒有沒有 一定會依照這樣的一個 對外宣布的方式來執行 好 另外那個實名制 剛剛有委員提到過 實名制 實名制 你主要的目的是什麼 跟委員會 被料的實名制 一開始是要改關什麼 被料用燉去 對 今年 夾出來的 100萬包都沒有走下去 對 後來實名制完以後 燉背就 沒有 沒有出現了 所以你要填報很多的資料 所以 所以 但是你要不要去查核 當然要 因為 非常好 系統上 農民來電機後 我們送到農會 整個行 你看 你補兩公金 兩公金就是幾包 是啊 一公金有幾包 都會看 它是種什麼作物 我們有一個上限 主委 415 現在上升到現在 你的實名制 大概會 執行到什麼時候 跟委員報告 我們可能會執行到 至少要到5月 至少要到5月 5月15 我們希望農民 還給補助 因為他們比較辛苦 因為 一包二十塊 現在沒有十塊 要補助三十塊 除了十一名制 能夠確保肥料工藝無魚之外 最重要還是另外一個 就是補貼 補貼效果 而且補貼可以補貼到 這些實際工作者 不僅是補貼每一包 拿完到三十塊 五月十五 現在未來 我們要紓困 要現金救助 要確認 他是實際工作者 是 天然現金在救助 我們現在都有資料 好 很好 導師先生 另外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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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色漁港 綠色漁港 是未來 我們正處的目標 是 綠色漁港 所以我的選組 就是那六港 那個 米豆漁港 英安漁港 還有鵝鳥漁港 謝漁港 我拜託主委 你跟那個 那個 綠色漁港 說 是不是 這個部分 要落實綠色漁港 的概念 作為一個目標 包括 他的工程師做 資源的投入 設施圍管 文化資產各部分 你進行全部的 調查跟整合 好 沒有問題 我會跟那個 約束漁港 你教授一下 要緊對這些事 因為事件都非常有特色 我知道 我們會去做這些工作 那些 英安漁漁港 米豆漁港 調查出來之後 如果要核化整個 漁村漁港 你這樣 我們可以 兩位 你可以拿出 北高雄綠色漁港 轉型計畫 好嗎 好 我們先去調查 沒有 三個位 北高雄綠色漁港 轉型計畫 好 我希望所有全國漁港 都能夠朝向 綠色漁港 好 多謝 謝謝 謝謝 謝謝邱志偉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翁崇軍委員發言 謝謝邱志偉委員 謝謝邱志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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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次 對議會 到前一天的財政委員會 到今天我第三次 還有再一次 跟陳主委 幫你盡處 廣大的樓民 檢查需要教育 這之前當然有很多在說 同樣你剛才說貝民2萬4千塊 他在做褲子 他有褲子在那裡放魚子 只要他參加貝賀 他2萬4千塊 他就補助了 做新人沒辦法比貝民 貝民跟農民是一體的 沒有兩種標準、兩種補助方式 我就來講一次 其實我非常感謝委員 替農民政策管理 你為總質詢 劉樂委長 第三次 今天第三次 感謝 所以我是覺得這樣 第一 不要拿農民跟農民比 因為那是不一樣的 這就是我會比的 第二 也不要跟勞工比 我也不說我會比 勞工跟農民都是什麼 我只是說你做農委會的主委 你本來就應該替農民政策 那就是我講的 沒有啦 我們要做的 來打招 照顧所有農民 對 心都一樣 現在就是要怎麼做 所以我要特別來委員報告 因為 這道是 絕對紓困 我們平常是 福利照顧一定要做好 這大家都沒話說 這我都贊成 現在就是紓困的部分 包括你說要來農民 我都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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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啦 現在就是說 因為 委員你也來行 專業紓困 這道疫情 對我們的影響 就是 有政有負 基本上 因為聽聽消費減少 基本上 我們的農業部門 都有受影響 好多好少 這影響的程度 不一樣 現在就是說 是不是 我們做的工作 有分幾個類似 像說 自己那裡也贊成一堆發肥 那裡的發肥產業 特別產業 我也都沒有意見 我跟你說的就是 很多人 你不可以聽說 點點 靜靜都沒有聲音 農民實在是 最可憐的一群 因為我跟你說 你們在選舉 英雄支持你們 政府有什麼 政權在推動 英雄幫忙你們 收集英雄辛苦 但是 這邊人大家在補助 剛才農民你們不可以補助 英雄應該是這樣 補助一定做得到 一定專利 你說這樣 背後補助 就開始這個 主委 這不要等於要跟你談 所以主委我跟你說 我再一次強調 這些廣大的農民 不要以為他們是沉默的疫情 沒有聲音 對 我們警察需要 要想辦法 在這邊的 這個財海 那個有安會的當中 我們要怎麼來幫忙他們 這是非常重要的 市民這麼辛苦 我們就認同 農民也這麼辛苦 我們是怎樣 不能比較市民來幫忙 我們來幫忙 沒有啦 委員博哥 真的 我現在很感謝你幫幫忙 和農民都建設這個環境 也應該不需要讓農民歡迎 我們要主動看 對啦 你如果說這樣我會 所以你看 因為這套影響的部分 我們是不是可以來思考 你看現在 因為大家部門做的 可能條件 方式 金釣 都沒有什麼樣 但是我們現在對農民真的要照顧 我是建議這樣 吼 那個有農報主價 六十五以上 有年老人今天 六十幾萬 你也是要給他 為什麼 因為他 我贊成啊 我沒辦法 因為我們的方式跟六甲不一樣 六甲是體育 六十個體育 六十個體育 六十個還有一堆人在做事 這部門要克服 六十個以後 還要克服 四十五萬的 有農報的 我贊成你 有做事的也要給他 他雖然沒有加進農報 沒有不對 我也可以來提醒 這如果全部都 盤點克魯卡的時候 萬一說真的 我們有準備好要發 就是這些人都要拿到 我贊成你 主委 不用說什麼 其他要所得有法做的條件 我絕對都接受 主委 你說的這都有 我有聽話 我自己是說這樣 我們都準備要糾轉 可以全民性 方便法 方便法 你怎麼簡便 方便 方便 我甚至說 老人緊張 每個月二十個領到 那都有虎頭 你全透過這個火器 最簡單 主委 所以我都有準備好 但是就是要到 我認為說 就是說 要影響的時候 是不是 就可以來修科 這個部分 主委 所以是都有準備啦 主委 你今天說這樣 我就可以接受 我今天本來要說一句話 教聖你做農委的主委 今天你不能替這些農民和虎民 正出反應啦 如果這樣四年的時間 我跟你們絕對都不會配合 沒有啦 委員 你去看 我一定 你去看 我們都同一個心 要照顧農民 要將農業做好 我們所做的都是 從這個方式出發 你看我們 近年一樣 我知道啦 像保祖 都照顧 兩年 照顧 你自己還要 主委我還不說你 我對你的經驗是 我就不說你不好啊 我也有對你的經驗 我只是感覺說 這邊你讓我騙他 是說 我在來證書農民的時候 你如果做改選 我感覺這樣比較沒對 這樣的話 我今天就該說 我也可以說 安底省這個特別預算的時候 齁 財政聯繫委員會裡面 在那裡 那15億 我也可以思考說 我如果 變得不夠的時候 他的委員說 可以看機關 抗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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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沒有啦 我們第二次拿出來 20億而已 那個主委齁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我聽一遍在說 就是說 兩萬四千塊 你一刀切下去 非民的部分 有的他主親 有的他有的手奧 他就拿到後 我的保障啦 齁 事實上 我們也不可以 對兩萬四千塊 有兜部的人 那些人 做懲罰性的措施啦 所以我認為 兩萬四千塊 以上的移民 也要考慮 我們可以 你也可以 分 集聚沒關係喔 像美國人很簡單的嘛 一百 你就索得 你索得 只一百塊 我就減五塊的保障嘛 你有一個集聚去做 不是一千塊 全部有 總有沒有 我覺得你也要考量 他會說白性 二人 考慮到這樣的情境 我不知道 如果農民要壞 就沒有什麼所謂的一刀切 切在哪一個水準 那是專薄 可以排輔一下 排輔 他的總收入多少 這個我們也沒有 沒有 農農今天就自然而然有排輔 對 他的所得超過五十萬 農民 非農業所得 一般農民 緊就非農業所得 超過五十萬 所以 農農今天全部都有排輔 所以我不真的說 如果未來農民要做的時候 不要有類似兩萬四的這一種 一刀切的 農民你我愛的 農民我一樣 我告訴你 不只農民 農民我也希望 你怎麼考量 集聚 有等聚 不就不一樣的集聚 去做發放的補助 主委 今天像你這樣說 我如果要聽你 我不知道覺得 我小時候有一個鷗蛋 你做農委會主委 可以配農民 農民 政府 可以照顧這些人 我們做農委會主委 就是要這樣做 你所得的特殊 我哪一下沒有支持你 我當然也聽你 接下來我要 接下來我要再 進一步 要 剛才在說的 對農民的照顧 以外 我現在再來是 有關像 民務局的土地 城主的土地 你們這個 糟金的部分 到底有油肥嗎 主理用地的部分 你們人有油肥嗎 議員報告 主理用地 荷川地的部分 今年做的 做金 全美 所以 你們本地 包括我們晚上五點內的討論 基本上一定會減 到底減多少 我們看說是 農委會這邊收 或是 財政局收 或是財政局收 或財政局收 我們就要 財政部那邊反應 但是基本上 都會製造減兩聲 因為這是一個 一個 我來財政局 有一個 我來財政局 你們下午要好好的幫 這一些 真正在誤農的人 因為你先做土地 也要去考慮 正義點 我們要請教 就是說 這邊 會在 這邊的 有萬分的 所有的貸款 你是騎著 專業貸款 還是騎著 天然貸貸 的貸款 去處理 那委員報告 都有 天然貸貸 的 依照 受天然貸貸 貸款的部分 我們全部 都可以給它 主委 我知道 主委 我聽你講的重點不在這裡 全我們貸款是全部 就貸 一年沒利息 還要再來 新貸也一年沒利息 所以我們的方式 是最簡單 我知道 因為這個都是我跟你討論建議的 主委 我現在要來講的 重點 我來講一個結論 就是說 你在這邊的貸貸當中 我希望 有人用農發資金的 專案貸款 各項專案貸款 我們這邊的所有的 融資的 我希望 都是為 我們的那個 整個 特別辦法裡面的 特別預算來自印 我知道 我說辦法的部分 我希望你可以 比照天然貸貸的 貸款的辦法 去處理 兩個差別在哪裡 天然貸的貸款 這個部分 你假設涵蓋的 把他全部都涵蓋在這裡面 天然貸還是沒有黏擰的限制 你知道這是人 很多都15歲 以上 只要你用其他專案貸款的部分 他容易受到農民的限制 所以你如果 回過頭來 只要用天然貸的貸款來涵蓋的話 我覺得會比較 對農民比較有利 他心裡你拿回去 拆下去 才有考慮 我們得到討論欄 好嗎 好 最後一點 就是肥料的事情 我跟你講 你剛剛講的 剛好是跟我顛倒了 你現在4月15月30日來 6月15月50日 我覺得是顛倒 4月 4月 我的感覺是怎樣 第一次做的時候 是要給比較多的 因為第一次最辛苦 甚至我覺得你應該要怎樣 補貼農民 我上一邊說補貼到50 補貼農民以外 補貼在承辦 都沒有關係 你第一次把它做好 以後我們就做這裡了 我來委員報告 因為這次農會很辛苦 台灣做的所有事情 我一間農會 講 農行政費用 管理費用都已經拔給他們了 這是第一 承辦的同仁最辛苦 因為可能要有農民在那裡 當中要安護情緒 我也有獎勵真給他們 所以這都已經有提議想到 所以你 第一次農最辛苦 補貼要最多 慢慢要減少 這是我的看法 讓你做朋友 好 謝謝 我已經讓你多說六分千了 說到中間都說不太多 接下來請陳超明委員發言 主席 首先有請農委會的陳主委 來請陳主委 委員好 主委好 是 那時候我聽陳超明委員 你說農民失困的問題 是 我要來執行以前 陳主委還想了一生 我們的農會總幹事 告訴我現在農民地方應 如何 勞工有 移民有 和農民沒有 是 他怎麼說呢 如果不跟我農民失困的話 叫我把主委拉下台來 你看這樣有嚴重不嚴重嗎 當然 一個主委 如果沒有照顧農民 是 他落台是應該的 所以我一定是照顧農民 對農民的失困 你如果沒有提出 是很具體的方案出來 讓大家這樣問問秒秒題 不是 委員你 告訴我 過去這三個半月裡面 我們做一堆工作 往來社交有問題 我們就需要 介紹 兩三間休 一公斤三十塊 往來也是照休 外宵都要走 這是要讓介紹維持得好 都會收到這些錢 我知道 今年一季的刀 我保證到秒歷 你 好 介紹比一季一定比較好 秒歷的水果比較好 這不太好我就找你 你找我 好 上次 我們的主席 早上說反應 大大大大大 我現在這次都要處理大大大大 你開始打拼做的事情 但是政治有一句話 你有去想到 不犯刀 犯不禁 所以你現在這個市民的紙困 好像翁重新委員 還有幾個委員說的 你一樣你一個企劃 好 我跟他們回覆 他不難叫我 一定要把你拉下來 甚至我就很難過了 好嗎 趕快把我拿一個方案 我來跟他們報告 那那個 委員真的報告 因為疫情對我們的農業部門影響 他真的是有政有戶 比較嚴重 我才不會說 發揮產業 我們就花了兩三億 我知道 我們都知道 你有產業的別 而且不能只針對今天 現在不是說產業的別 我現在跟他說一般農民 大家現在心態不平衡 而且你是我命 農委會主民 農民擺在頭前 好好改善 好好提出計畫 我回去跟他們報告 不然我要考慮 我們來思考 每天要問 每天定位就來 你不知道怎麼通過 所以你要問 那個總幹事 我不是那個 幾個總幹事 你不要問我 帶一個 等一下再補助 你修理由我 可以嗎 我都絕對 一定的那個 當時要提出一個方案 讓我們跟農民 可以報告 我們就是 要先想好 準備好 順便就 好 好 好 趕快拿我 對 我跟他們報告 標示我有打招 是 你感想要求農民 請出錢 對 我要向農委會主委 好 你現在這個農田水利法 到這個 那個 新冠性肺炎 嚴禁的時候 你們不顧民意 要強行通過 你現在如果 我看他會通過 我先跟你講 你這個農委會 事務委 現在大到內褲不清 有錢還有人 對 農委會 你只 農田水利 差不多要給2500個 公務人員出來 其他不算 你的財產 要給7000個出來 喔 我很羨慕 那個 謝 欸 謝市長 你現在 這樣很高興 宰山那麼多 還有人 齁 這變成台灣 獨大 獨大一個機關 你覺得怎樣 這樣對還是不對 委員 你的解讀 這三個方向 剛好完全 不一樣 不一樣 我覺得是一樣 不一樣 我們慢慢變 我跟妳講 我們不是 我們如果 慢慢來變 你出的說 啊 我不喜歡 但是我心中很高興 我要全部把它接受 你咧 我們兩年前 就已經通過 我曉得 兩年前通過 您人士多 我直接跟你講一個 你這個叫做多士的暴力 你不顧民營 不是不是 我現在再問你第一次的問題 這個農田水利會議長 現在做得好嗎 我問這個問題 他們做得好不好 我們今天他跟農委會議長 好不少啦 簡單講嘛 他們配合的 跟我們在執行的這個業務上 做得很好 我們合作無間 合作無間 表示很好 我們 很好為什麼要把原來 公法人的水利會變成公務機關 我們要讓他變得更好 只要變得更好 因為他將來 可以 我覺得 我覺得不會變得更好 他們的選出來 每天有人在跟他追蹤 每天有人在看你做得好 你現在公日人員 齁 不做不做 齁 齁 啊你會 你這 薪水多 心態 我公務人員 我不會插賣 不是經過選舉出來 會要緊張 阿民族反應你 我政特兵 沒有經過選舉出來 會那些複雜的問題 那些複雜的問題的時候 反而都在說 好 你們永遠兩套的標準 我跟你說 宋子儀 李登月教他要 該不會公務機關 當時民進黨的審議員 去反應 宋子儀 接受民意 說水利機關 改為民選的 阿 你民進黨執政 只要你高興的話 是我們看到這個人 我們被拚拚拚拚 沒有被拚拚拚拚 怎麼可以 阿 這個政府拜託了 不能這樣做 我們站在歷史來看 這絕對是對農民 對農田水利會 我告訴你 我是沒有想像你們之間 你對農民 教育長怎麼對農民 你政府說要受信 要精簡指示 你一個機構 龐大的兩千幾個人 沒有人這樣就輸了 行政院說要精簡 公務人員 只有你們一直在扣充公務人員 沒有沒有 那是配到而止 喂 你沒有 各位 完整報告 一萬兩個二千 那幾個萬公司 他不是公務人員 所以他不會增加二千 那幾個公務人員 這是誤解 這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一 這件事 十幾個二千幾人 大家在那裡 你到時候就輸了 那些 那些 現在有七千幾個 都回到那裡 還有屬於人的土地 你們過不去 所謂主宣 不管董事不董事宣 還要宿宣 你如果倒閥說這麼多人 但是我來講 這個政府多好呢 你說公民團體 你說政治 公民團體來參加 這個水利會 就是公法人 都是人民自動來參加的 公民團體參與 你們現在把它割掉 天天都在講 公民團體參與 這個政府是歐洲無界 做他喜歡的 沒有啦 委員 我雖然欣賞人才 但是在這個地方 你真的要深思熟慮 考量一下 真的 不要看肉 那麼大塊 你就把它割掉 做人要這麼良心一下 委員 這跟這都沒有關係 特地有關係 水利會 好 您就說 公務機關 蔡英文總統講 欠錢只吃 只有扣大只吃 只有酬庸 不然你們的人 再跟你說一下 要小心 現在水利會長都在選民進黨的人 不管選立委都選的 三個管長都選的 大家都要擺在那裡 極虛可施 你這個叫做司馬招之心 你可以讓我講十秒就好 未來公務機關以後 那會長不是官派 全部都是事務官來擔任 就沒有所謂的政治的議題在這裡面 完全沒有 你所謂的事務官是什麼樣的叫做司務官 這是公務機關啊 公務機關啊 啊公務機關啊 啊頂頂退休的是公務機關嗎 不行啊 不行啊 沒有這件事啊 所以完全誤解 沒有啊 大家提供的很厲害 沒有啊 來來來 不要緊 你怎麼說話都不是 所以我不這麼說 水去轉一下 你民進黨那種名 那種叫都會怎麼做出來 這 母法裡面就是公務機關 公務機關 哪有可能還派 這完全公務機關底下 沒有人可以有什麼事情 再來 你說要強照顧農民 我們的水利的 水利系統要做得好 我問你 以前一年收工兩遍 現在一年收工一遍 我們的農田水利以前 這樣在啊 那時候就沒有說 來加灌農民 現在農民 不然人家要做事 越來越糟糕了 你這是怎麼 加大灌溉農民 委員你 廟墊裡面有很多灌區外 我知道你還要說 廟墊這樣 廟墊這樣 但是現在地下水 灌溉得好好 有些地方要省水 就要省來 所以他要 所以他要 那大條事了 他喔 這農民用水 一千幾月的財產 那你一樣收藝 還要照顧農民 又收工 收工就是 叫人要做事 我們的水利系統 還要那麼多啊 委員 我們要改善那麼多嗎 原來維持得很好就可以了 委員你真的是 被升格為公務機關 服務的環圍更加大 我還說 按照公務機關 服務就會比較大 不知道以前的 火鍋是吃菜 不然你們也會換掉 我沒怎麼說 水利會長 沒怎麼是吃菜 自己的財產被多走了 又不敢講話 聽說 會查水表大家都不敢講話 11個水利會長 他們也支持我們 好啦你們很多事眾 嚇腳嚇手也輸你們 但是在改善要有些 到底更良心嘛 不然我們有財產更收益 什麼就沒有啦 我還請謝處長去你的辦公室 說明你剛剛剛剛的三個誤解 人事資產 來投入表面的灌溉系統 我們說這個 好謝謝 好謝謝 好謝謝陳昭明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賴瑞隆委員發言 好謝謝趙薇請 陳主委 來請陳主委 好主委 好主委 我想這個農天水利 這個部分的改革 其實這個是過去大家的努力 其實朝義應該過去也都是有達成一些的共識 來做一些努力 希望讓整個我們農天水利會能夠更好 我現在有一個先給主委看一下 這個是在農委會的前主委 也是主委 林翔能他在1992年的時候 他提出來的報告內容 他提到了說 這個農天水利會的 這幾十年來 這個弊端 包括會長的選舉 包括人事費用的服務長 包括人才的流失 包括主管機關監督不義 甚至於會員大會的問題 包括甚至於設計到一些 工程啊 人事啊 避案啊等等這些的 所以我們希望 改革的目的是希望讓 這個做得更好 也希望讓整個制度上面更健全更進步 主委是這樣吧對不對 其實那個委員把這個過去 我們前林曉人副主委的這個文章拿出來 其實他講的指出的是 有這樣的一些的 負面的這些弊端 那其實這也是為什麼 現在的17個農田水利會會長 他們也支持農委會 把他升格為公務機關 那尤其是有很多的 灌區內的部分 那原有的這些員工的權利 都可以一樣的來確保 而且一樣的服務 所以把原來負面的解決掉 那有增加正面的 所以我想這是大家的目的 把負面的去做一些改善之後 然後正面的效益更加擴大 然後讓政府來把這件事情做得更好 我想這是大家 我要講的是這個是在當時的時代 這個國民黨執政時代也提出來 包括在1993年1月18號 當時都在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裡面 第391之一都修過了 行政院應於三年內 將農田水利會改制為公務機關 分別納入各級主管機關的編制內 所以當時修法都通過了 在負面黨執政時代 所以我認為這個應該是大家有共識 不要執政跟在野之後 就有不同一些思考 我認為國家是未來長治久安 怎麼去建立一個好的制度 這個是重要的 個人指示我非常正確 這是在李登輝總統任內的時候 那時候就有要通過了 那我覺得那時候為什麼要提 跟現在提其實有些的因素 還是共同存在 水資源未來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資源 那如果水資源的將來的調度 站在國家的角度 站在農民使用的角度去出發的時候 那這個升格為公務機關 就是更有它的一個貢獻 所以其實很多我們可能都局限在 所謂的農田水利會員工資產等 可是他沒有考慮到水資源這個議題 尤其氣候變遷造成的水資源將來的調度 可能會甚至比這些的疫情的影響還更嚴重 那其實我們等同是在未與籌謀整個國家 從水資源的供應跟使用的角度 由升格為公務機關以後 絕對會是更有效力 對我想我們希望能夠在負面效益降低 然後正面效益提升的角度 其實這30年來 包括這裡也都有 到現在都還在發生 不管是會選 到介入到選舉 到工程貪賭 甚至到人頭會員 我想這個部分 剛剛也都提很多了 那我接下來想要問的也是 就是未來 如果這個整個收入進來之後 全部斷掉為公務機關之後 我覺得有些問題還是要去思考 主委還是去思考怎麼解決 像台北的幾個 不管是柳工或七星 你看它的事業用地 跟非事業用地的部分的落差很大了 表示它整個隨著整個國家的城市的發展 它已經有不一樣的地方 包括它累積出來的資產 特別是土地的價值 我認為這個應該在未來都要去思考 怎麼樣去調和它 不要讓原來這個窮 比較窮比較弱的地方的部分 持續的拉大 然後反倒是富有的部分持有 而且這個富有 並不是因為它特別的怎樣 而是它所做到在的地方 國家投入非常多的重大資源建設 這樣這個地方 土地價值不斷的提升 所以我說這個是未來 下一步要去處理 然後國家應該整個統籌 來怎麼調配 讓整個這件事情做得更好一點 各位報告 這個就是它升格為公務機關的好處之一 我們可以讓17個農田水利會的 這個城鄉的平衡 那更達到所該有的 那像柳公七星 他們現在已經開始針對金門馬祖 澎湖等這些來所謂的任養 然後做農田水利設施 將來更深刻為公務機關 我們就可以更加大力道來 對我想這未來 因為主委也不會一輩子當主委 但是這樣就有機會 透過政府的力量去協助 把這件事情做得更好啦 那另外當然還有包括專款專用 包括甚至未來成為政府機關之後 民意的監督力量就更強了 它可以有更強的一個民意基礎 包括甚至於未來的一些 剛剛提到的一些資源上面的來使用 那也可以減少像過去來 來 這個就是為什麼 他深刻為公務機關以後 透過基金完全的把資產公開透明 讓所有的大眾 讓大眾也了解 讓民意機關也可以做監督 他的地端就會越來越少 那我們也可以避免 資源更充分的使用 讓國人更充分的使用 也可以避免之前農田水利會 有些被所謂的這樣的一個污名化 說資產的使用不公開透明 那現在深刻為公務機關一切都有 這個未來都會 他受到更高的一個監督 而且是公開透明的狀態 那所有的會長什麼 也不用背負了這麼大的一個 沒錯 那另外也可以解決一個問題 因為可以讓農水的部分更專動 要不然過去來 每次遇到中科搶水 南科搶水 六清搶水的時候 幾乎是 反倒這些 我覺得這個部分 將來由國家統一來 來調配來 來支用的時候 就不會落入到了 是由 這個搶水的一些 一些的紛爭裡面 所以才各位報告 這一個 外界可能很多都沒有 從這個角度去出發 當整個深刻為公務機關以後 全國的水資源的調度 跟農業的使用 就會更有效率了 那這個部分裡面 我想這些負面的議題 大概就不會再 再發生 也不用擔心說 水利會賣水 那怎麼沒有提供給農民使用 將來農民用水 就是要找農委會 沒錯 農委會負責到底 必須把這些農水 必須把這些的全部負責到底 而且還有更深層的一個含義 就是為什麼要把灌區外放進來 因為你有農地80萬公頃 你沒有水資源 你沒辦法種植 只要有土地有水 只要有陽光 我們農業就可以生產 所以要備懷有糧食安全的 這一個含義在這裡面 所以才有辦法 擔負起更重大的 這個糧食安全上的責任 是 讓農田水利的員工 他所貢獻的 就更大了 而且他也更穩定 未來他的整個發展 那另外有很多人 大概在關心 這個是不是 要這些人的問題 未來是不是有酬庸等等的 這個應該很清楚 未來這個是一個四級機關 三級機關的農 農田水利署 四級機關的一個分屬 分屬一定是公務員 所以不會有產生 大家這樣的疑慮的問題 謝謝委員把這個圖表 幫我們畫出來 所以剛剛像類似陳超明委員 他就說 我們好像要把他 用政治的方式處理 把17個分屬都用官派 其實都不是這件事情 委員的這個圖表 就非常清楚 17個分屬裡面的分屬長 全部都是由公務人員 事務官來擔任 沒有所謂的指派政治人物 這件事情 其實這也從這個來看 當然不全然類似的 比如說像很多的 比如說縣市跟直轄市的問題 直轄市的比如說像區長 官派以後 由公務員來出任之後 他的整個分證上面 而且整個統合上的效果 就變得不一樣了 那我們也期待 未來這個組織 盡快來去通過之後 讓整個未來的運作上面 更有效率 那最後我問一下 農天水利署的組織法 什麼時候要送出來來修 各位報告這個問題非常重要 那我們預計配合行政院 行政院六月會提一個主改的部分 因為現在還有六個部會的主改 那會一併提出來 所以農委會的組織法跟農天水利署的組織法 會在六月一併提到大院這邊來 所以六院會提進來了 那我們也希望儘快把這個完成這樣的一個修改 好 好 謝謝主委辛苦了 謝謝 謝謝 謝謝賴瑞隆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邱成遠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 我們有請這個農委會的陳主委 還有我們水利署副署長 我們一起好不好 水利署 喔水利署 這個那樣我根本沒看到他 歡迎 主委委安 那我想這個 針對農天水利署的草案 其實草野都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那其實社會上也都有不同的聲音 那我想我今天還是用一個比較 從民生跟產業專業的角度 來跟主委討論這個問題 那首先在這個擴大灌區利水新農 這個部分是不是真的有達到這樣的效益 我們在我國的種水量中 農業灌溉的水大概佔七成 民生大概佔兩成 那工業用水大概一成不到 那農委會在106年推動農田水利 擴大服務區的政策 要將過往廢灌區的部分 逐步納入 至108年 至108年8月擴大了 4454公頃的灌區範圍 包括南投花蓮台東 宜蘭高雄新竹屏東 農委會擴大水利會的服務範圍的政策 受益的農民均表示 該政策對農業有正向的發展 這個部分我們先表達肯定 但是關鍵的問題是說 在這個水源沒有增加的狀況之下 加上近年的這個極端氣候的影響 其實我們知道說各水庫的用水 經常是常常是不夠的 而且非常吃緊的 那以今年十門水庫的水量來說 就比往年的通期少了約四成 那我們這邊也接貨到地方農民的陳情 就是說二月開始的供應春耕排水 春耕用水 但近年各地不斷 各地不是斷水就是停水 那要照原定持續增加的灌區來供水範圍 會不會讓原有的用水更緊迫 像我們這邊有資料 包括台東的水利會 在這個關山順的就有斷水五次 像台東這部分 都相關的都有斷水的這個狀況 桃園的這個桃園大鎮也是公六停四 那台東現在是目前影響最大的 那這個部分是不是連既有的灌 灌區的水源都不見得能夠充分供應 如果還要再擴大灌區 在調度上會不會更緊迫 這部分我們是不是請諸位 這個問題給我們一個具體的回應 真的很謝謝很關心這個問題 首先感謝委員肯定我們在灌區的服務 跟委員報告 我舉一個例子 我們百香果現在越來越好吃 南投的大平頂 百香果區五百多公頃都灌區外 因為我們農水處跟南投農田水利會去服務以後 農民有水了 哇那他就可以永續的經營 所以灌區外的負責 我們會越來越來協助這第一點說明 第二個針對您委員所提到的 因為我們氣候變遷導致我們的 水量減少 但是你一直擴大 那這個部分會不會排擠到原本的那種水 所以這個就是當農田水利會升格為公務機關以後 水資源的調度就會更密切配合 我們跟水利署來長期的配合 第二個針對地區性的 因為比如說像北部 尤其是有很多的主科或者是重要的用水 可是降雨量又少的時候 那我們到底要怎麼樣來協助 最重要的就是農業部門當然還是希望維持一定的糧食安全底下 如果要配合水資源調度 前提就是農民的權益不能受損 所以我們跟水利署其實每年 不是我們今年就規劃明年 到底哪些預計可能會有可能的一個降雨 減少而影響到我們灌溉用水的 我們給我們的農民的補助啊 每一公頃啊 種水道高達八萬三千塊到八萬八千塊 不等遠比他種水道的一個農家賺款還好 這樣的時候而且我們是配合區域 不是少數的農民這樣 這樣等同鑽在國家的水資源的調度裡面呢 是尋求兜營的 所以這個我們都跟水利署有長期合作的 是 我想主委你們這邊齁 在擴大冠區的同時齁 其實還是要去考慮到原本的這個 區域的用水的供給無語齁 那總體的盤點我相信 在這個部分你要做一個更專業的判斷 那回到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因為我本身也是台商 我也非常關心台商回台投資 那台商回台投資的部分 在這個五缺的部分其實一直是 不同產業都有很大的這個 不同的意見跟需求 那水的部分其實是五缺中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一個部分齁 那因應這一次的肺炎疫情的影響齁 還有去年這個美中貿易戰齁 其實呃 台商回台投資的這個比例 我相信未來會更加的增加 而且密度會更高齁 那所需要面對的用水需求 你們是不是已經有超前部署的掌握規劃 還有就是說這部分的用水 我們去做供應跟分配的保留 那相對來講高耗水低產值的產業 這個我認為政府不應該去列為鼓勵回流的對象 在產業設定上應該要跟經濟部這邊來去做一個更想整的去盤點 那產業是不是有分這個先後的順序 那短期來說高雄的廠商反應用水吃緊 今年水量是否樂觀 針對這個兩個問題是不是可以來給我一個最討的回覆 來充分供應 所以這次台商回流 以及防疫用水 我們都會透過水資源的區域調度 我想這個第三第四季很多台商會陸續更多的回來 我想這個回流的數量 我想你們這邊也跟經濟部位要去 投資業務處這邊去做一個具體的掌握 那我想這個相關的盤整跟資源的配置 還有就是說針對這個產業的先後順序 還有包括今年的用水量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提供一個比較詳細的書面報告到本席辦公室 是 存辦 主席不要再30秒就好 最後一個問題請請教主委 有許多 有許多工廠或工業區的廢水 直接排入農田灌溉的渠道 影響健康和食品的安全疑慮 那蔡英文總統在她十年政干環境篇裡面的 第十三項第三點 中間有提到就是防止工業廢水混入民生或農業用水 而民間盼望的灌溉分離已經很久了 農委會在這方面的政策規劃進度如何 那農田水利會的改制 對於這個灌溉分離的推動 是不是有一個具體的幫助 這部分是不是請主委來給我們做一個說明 真的很謝謝委員 問到一個非常重要 這個就是所謂的灌溉水質的維護 水質維護好了 就不會有所謂的這樣做 所謂的一個工業污染 然後造成我們的水質影響 影響到我們的農產品 那跟委員報告 第一個針對所有的 我們有盤體 我們大概有100億左右的用水裡面 大概有6億公噸 可能是屬於灌溉不分離 受到像工業污染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跟經濟部都有眼裡相關 而且好像是在這一兩年就會完成 就是讓它灌溉要分離 那來解決這一個所謂的農業用水受到污染的部分 這樣的話我們的農地才不會有受到 比如說重金屬的污染 農產品生產出來就安全 這個我們都有全面的來監控 而且有在處理 如果委員需要的話 我可以把那個灌牌分離 現在處理的那個進度 會後再送給委員 這是跟經濟部有在執行的部分 他從最源頭的工廠那邊去做所謂的管理 那第二個委員講的這個部分就是 升格為公務機關以後呢 所有的這些水質的這一個公權力的執行 或者是有違規的 我們都可以來避免這些的問題 那就是由農田水利署來主管了 那這個就是最重要的 升格公務機關的一個優點 好 謝謝主委 那我想 身對剛剛台商回台的這個產業的用水需求 還有這個灌牌分離的相關的這個計畫報告 就送兩份報告到本行的這個研究室 好 讓我們這邊參考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邱成員委員 主席宣告一下 我們待會兒 中嘉賓委員質詢之後 我們休息20分鐘給行政單位用餐 好 接下來我們請葉玉蘭委員發言 來 請陳主委 來 請陳主委 讀委員好 主委好 我們知道這個會期 因為剛好在防疫期間 所以我們當前最重要的政務就是 我們朝野要配合做紓困跟振興 但是在這個時候 我們看到 就是執政黨提出這個法案 其實我不知道是怎麼樣的心態 因為其實我是看到 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 可是我去做了一些功課 結果看到了 其實是民進黨的前立委 陳昭南先生 他對這個議題 其實他已經寫了很多很多的文章 剛剛國民黨舉行的記者會 陳昭南先生也在那邊正被高呼 我把它錄下來 他說失去農民的支持 就會失去政權 陳昭南先生他也提了說 你把這個農田水利會升格為公務機關 到底是誰出了收主意 因為他對這個草案 他有很多的批評 這是他的原文 他說這個草案是出自濫造 全責劃分不清 劃分不明 無法承諾對農民的保障 只是為少數人的政治利益 服務的偽善 請問 這樣的批評公平嗎 他說是誰出的收主意 所以本心想請教 是主委您出的收主意 還是 這個真的很謝謝委員關心這個議題 我首先說明在這個疫情底下 我們當然感謝我們所有的朝野政黨委員 我們都全力的在做紓困跟振興 還有防疫的工作 但是這個我要特別說明一下歷史 是因為在前年 107年1月的時候 那在大院也通過了農田水利組織通則 他是說希望我們先通過以後呢 然後再利用這兩年期間 把所有的農田水利法做好 它是一個作用法 以前農業灌溉沒有作用法 水利署裡面的水利法就有作用法 然後整個升格為公務機關 讓我們去盤點 如果我沒有在這個會期提出來 跟委員報告 10月1號開始 17個農田水利的會長 都由農委會直派 那個才是政治啊 那我們為了避免這樣的一個紛擾 所以我們把農田水利法送到利法院 我想這是第一個背景的說明 第二個 那陳昭蘭是我們非常尊重的 這一個我們的前輩 那他可能或許還是對 這一些裡面的相關的內容 有一些的誤解 我完全同意 如果失去農民的支持 絕對會失去相關的政權 我們本來就是照顧農民 所以我要跟委員報告 過去 農田水利 水利會負責只有灌區30萬公頃 灌區外的沒有負責 主委 我們現在都已經開始在負責 您剛剛講了說擴大灌區 其實陳昭南剛剛在記者會裡面有講說 我們為了這個水都還要 你水從哪裡來啊 你再如何去灌 不是 有些有水源的話 我們的工程就會過去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農委會 還可以再去改善 我再講一個問題 那水資源的調度呢 如果今天變公務機關以後 我們在調度上 難道我們過去這麼多年來 農委會都沒有在水資源的調度上面 盡過心理嗎 因為您剛剛一直提說是17個農田水利會的會長都支持 可是剛剛國民黨的記者會 之所以會開了一個多小時 你可以問17個農田水利會的會長 因為會長現在你自動的延長了嘛 然後以後會官派 當然我覺得我們到底是在急什麼 因為剛剛有很多的農田水利會的代表在上面講說 他們的很多的財產都是農田水利會的財產 我只要請教一個問題就好 如果農委會跟行政部門今天不提出農田水利法 到大院這邊來審查 那國民黨的立法委員會怎麼質疑我們 他會認為說我們就故意不提出來 我們等著10月1號要全部來把17個會長官派 當17個會長由我們直接來指定官派的時候 那到時候一定會被指控我們是在做政治操作 主委但是你們如果連貴黨的大佬 前立委陳昭南先生你都沒有辦法說服 那這個這邊你搶來的 那個委員報告所有的一個組織改造過程裡面 只要整體是利多於弊 而且是對國家的水資源調度 對農田水利設施的更新維護效率 對員工的權益的保障 甚至讓整個農田水利 將來呼喚也都扣大等這些好處都可以確保 或許有一些少數可能既有的利益受影響的 那我們也沒辦法 但是我們還是站在國家的大多數的這一個 我已經講得其實很婉轉了 我如果再講更白話文的話 委員你就知道我的意思 所以我們認為今天都不是站在各個 我們隨時都可能不在這個位置上面 我們是流水的官 對我們是要看整個國家制度面 在這件事情到底是正面 還是後面 請委員從這個角度思考 老讓人探聽啦 那個因為農民真的是我們的 我們台灣的根本 所以一定要老讓人探聽 我把100年來的農田水利的組織演變放進來 我們要從百年的角度 看這樣的升格為公務機關 到底好或者是不好 那請主委把陳昭南的建議 還有我們這個林文睿 林委員他綜合了很多農田水利會的一些 非常中肯的建議 也都納入我們的考量 好嗎謝謝 好謝謝委員謝謝 好謝謝葉玉蘭委員 好接下來我們請中嘉賓委員發言 主席在場的委員先進 列席的政府計算手上官員 會場工作夥伴 媒體記者女士先生 大家午安 有請陳主委 還有謝處長 以及人總的 王家喻專門委員 來請 王專委 主委你這個報告就歷史回顧 我很肯定我會好好的再把它做研究 那今天就叫我們看一下 農田水利法剛剛葉委員之後就講很清楚了 目前我們改作的公務機關 他並不是要把農田水利會消滅 而我們第一階段在上一屆通過的農田水利會組織通轍 它是第一階段 只是過渡到未來 那農田水利法它這個作用法 其實你來看一下你的目的 您的前言是寫著 因應全球氣候變遷 所導致的糧食安全 和灌溉水質保護所設的食安問題 這是我們最基本的原因 同時你的方法手段是擴大農業灌溉服務範圍的擴大 擴大灌排區 以及水量管理需要有公權力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這是你們的目的 這樣的目的表達在條文裡面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接下來我們農田水利法的立法目的 請問版本就寫了 為了促進農田水利設施 水利事業發展 健全農田水利設施的興建維護及管理 這都是手段 以穩定供應農業發展所需的灌溉用水 擴大灌溉服務範圍 並且妥適處理農田水利會之改組事宜 所以我這邊的建議是說 我這邊有提供修正的動議 因為我覺得應該把農田水利法的高度架設起來 這應該包含了這幾個目的 第一 農業水資源是公共財跟農業經營密不可分 第二 我們農發條例第一條 為確保農業永續發展 這才是我們農田水利法要促進的目的 當然底下有三個 要穩定農業發展所需要的灌溉用水 要擴大灌溉用水的服務區域 以及提升農業生產及提升農地利用價值 各位同不同意 這樣才是我們農田水利法的積極目的 完全同意委員的這個修正動議 這個才符合我們真正升格工機關的目的 是的 所以我希望未來的農 行政委員版本呢 把最後那句 妥適處理農田水利會的改組事宜 這個法立了之後 本來在我們通則就已經有這個目的了 是不是把它換成 換成維護農業生產及提升農地利用價值 這才是這道法的一個積極目的啊 不是消極的說去解決這個銜接的善後問題 是不是這樣 完全同意委員的建議 好 謝謝 那這樣的第二個問題呢 這是很多委員都提到 人員雙軌雙流制要合力來推動農田水利事業 我們知道工人員公務機關有組織法 但是事目前呢 我們農田水利法是個作用法 可是我們有一個章啊 第四章第十八條第二十一條 我們把所有的灌溉管理組織人員 通通放進來 我知道這是為了讓現有的農田水利會 好 他非公務機關 非公務人力 他能夠在這裡面找到一個安身立命的所在 但是本席覺得呢 依照中央機關組織基準法 應該在未來的農田水利會 農田水利署的組織法當中規定 我請問一下任總啊 王專門委員 你認為是不是未來應該 雖然這些目前的水利會人員 不是國家考試的公務員 但是我們可不可以在未來 以農田水利署的組織法當中 來規範他們的一個依據 編制的依據 跟委員報告一下 如果是它是屬於正式公務員的編制 當然會在我們未來的農田水利署組織法裡面 去呈現 但是目前其實現在這個作用法裡面 是因為現行的運作方式 是從基層的慣例管改組織 那由水利會的從業人員來實際運作 所以我們會認為說在作用法裡面 去這邊加一些明定 其實並沒有妨礙現行基準法裡面 正式公務員編制 於未來正式水利署組織法裡面 這樣的一個規定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說 組織法是規定正式公務員 那就像我在司法委員會我們參與的 國民參與刑事懲判法當中 也有成立一個評估機制 那裡面是約評估人員 就規定在作用法裡面 好 那這邊我可以接受 請往下走 好 所以我需要立法目的第一條要修改 第二個為了確保用水及設施 以農業為優先 我增加了第八跟十六條的修正動議 那至於剛剛的回歸到組織法 這部分我可以接受剛剛的解釋 我可以把它做一個撤回 往下看 最後呢 你有時候有時間 主委 小地主大專業農 這個是農委會在推動對不對 是 目前有很多農會在配合辦理嘛 對不對 是 但是農會告訴我說啊 其實他們做這個是假的啦 有但沒有假的啦 怎麼說 好的農地 農民一起找好人來組織就可以了 九個農會都沒有好處組織啦 你有同意嗎 呃 有這種情形嗎 那個 某些地區有啦 某些地區有啦 好啦 那我在想齁 因為你也知道我在推動什麼呢 往下看 我在推動的呢 我們來舉例來講好了齁 阿尊一間住啊 交給包租公去管理啊 他一定要把他打扮得漂漂亮亮才好出租 對不對 是 包租公包租婆 不是只是做收房租而已 好 所以同樣的道理往下看 你也知道我過去呢 一直在主張以地養老 包租代管 這當中 我們希望未來呢 將現在的農民退休處境制度呢 加上一個離農基金的方式 讓老農可以給他農地 交給我們政府的基金來貸管 貸管的過程當中呢 可以交給類似這樣嘛 為什麼我主張要把農田水利署放進來思考 因為 如果這個農地要提高到利用價值 一定要加上一個水利設施 或相關的改良設施 以後要好營這麼好租啦 有同意嗎 因為你如果沒有水 對啊 土地也沒有用 所以我希望未來 我們的農田水利署呢 在它的組織法當中呢 能夠把這樣的一個任務呢 也把它放進去 那因為這不是本法目前這個法的目的啊 下一個組織法的時候 希望主委優先考慮進去 可不可以 好 我們可以考慮在農田水利署的 那個組織法裡面的設置目的裡面 加上這個未來的任務啦 加上這個任務啦 好 謝謝 謝謝主委 謝謝處長 謝謝專委 謝謝主席 好 謝謝中交賓委員 那我們現在休息20分鐘 innov Selam 野 flor lee 有 寫 火 用 福 Him 要 海 家 先生 叫 righteousness 加入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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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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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